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没有发动战争 你还没有发射飞弹 你自己就已经被打掉了 所以就看到说当叙利亚在被完全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时候 代表了现在美式的武器跟俄罗斯的武器 已经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现在俄罗斯的防卫武器号称天下第一的上午失败 竟然对于以色列的飞机一点抵挡的能力 一点侦察的能力都没有 好 如果说现在俄罗斯的武器跟美国的武器 它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之上 那美国的武器跟中国的武器 它们的差距又有多少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内外宾 对大家非常受益的财经专家黄罗斯文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的董事长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十一平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深媒体员杨慧珍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员陈东浩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台湾国际法学的副部长林廷辉 大家好 这样 我们就看到这个新闻 真的非常夸张 而是叙利亚媒体自己讲的 以色列的飞机居然可以长驱直入进到叙利亚 而且是进到了叙利亚的内部 它中间坐着空房完全的失效 现在怎样 现在是以色列的飞机 对于叙利亚 我是想打哪 就打哪 我想怎么打 就怎么打 就有点像是 阴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没有错 现在以色列跟叙利亚的军事差距 真的足以让以色列把叙利亚当他的兆咖 想过去就过去 这东西是我们看到觉得最惊讶的地方 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他空袭的不是大马四格 观众朋友来要了解整个中东地理位置 以色列在这边 如果他是空袭他的大马四格的话 叙利亚的首都的话 那还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他是深进内陆去他的戴尔卓尔省 换句话说今天以色列是完全绕过整个叙利亚 到他的内陆 然后去攻击他的部分 而且所有防攻飞弹全部压火 以色列如露无人之地的 所以这个才会讲说 今天以色列已经把叙利亚当他的兆咖 说去就去 说打就打 因为这次的攻击是这样子 以色列目前 叙利亚自己是以色列派出哪架飞机都不知道 可是叙利亚只知道他们大概在戴尔卓尔省 接受出连续十八次的攻击 然后攻击的时候毫无反击之能力 大概有九名叙利亚军的 跟三十一名的同盟军一起都过世 在轟炸死亡 可是到底为什么 怎么来了 什么时候来了 从哪里来 完全一团迷雾 被打死都还不知道飞机从哪来的 对 这才是让我们觉得可怕的地方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那这以色列可能只是运气好 他只是飞过去 可能最近太冷了 叙利亚没有注意到 没有 从2018年2019年已经连续两年 再加上今年201年 以色列已经连续示范好几次 告诉世界上的人 今天F-35是可以穿透俄罗斯的 SARM-300 SARM-400的防空武器了吗 那个时候以色列空军实体 你知道有多嚣张吗 他直接说 我们要让F-35 飞遍整个中东了 飞遍整个中东 这种可怕的在尋利亚有20个防空飞弹旅 而这20个防空飞弹旅 现在都配备了最先进的SARM-300跟SARM-400 就没有想到 你对于以色列的军机 你完全抵挡的能力都没有 刚刚讲到的 F-35就是负责踹门的 我只要往前冲 前面有任何的设施 我该把你打瞎的 把你打龙的 把你打瞎打龙 接下来 我的F-16跟在后面了以后 我就大规模轰炸了 我这样比喻好了 今天俄罗斯必不是科技不好 可他们受限于一个东西 就叫晶片上的问题 晶片 他所有军事科技都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 这跟晶片有关系 但是你军事科技设计出来之后 谁在后面去做驱动 谁在后面去做运算 尤其是防空飞弹 防空飞弹它关键不是只有侦测 我侦测到你 可是我抓不到你 这是另外一回事吗 因为我要算你的速度 算你的距离 我要算你的角度 我要算你的角动量 我要算你的距离 所以这个比的是运算速度 我可以不客气地这样讲 现在美国F-35 跟所谓的俄罗斯SARM-400 就像是iPhone跟Nokia的差别 真的吗 这个真的是真的不夸张 因为现在有军事科技 要去拆解或是看俄罗斯 现在以俄罗斯最高等级的 晶片制作能力 它里面了不起就摆 28到40奈米左右的晶片 大概就是15年前到20年前 左右的技术 这个时候以这个来说话 它里面的电晶体 每单位大概是160万 到300万个电晶体 你觉得很多对不对 抱歉 以现在来说5奈米的话 大概是161个电晶体 你贴手中间差别吧 一边是160万个电晶体 另外一边是161个电晶体 所以一个单位是万 一个单位是亿 中间差几倍 所以说这对于美国来说 很清楚吧 因为我们所有电晶体 它奉行的叫做摩尔定律 每两年我的电晶体 在单位面积就要多一倍 我电晶体面积多一倍 我的预算数就高一倍 所以两年高一倍 四年高四倍 六年就高八倍 所以它是不断地低增 所以说这是一个5奈米跟28奈米的战争 我看到你明明过来 可我运算卡卡的 你定位在这边 他已经飞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形同虚设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 才是俄罗斯跟美国最根本的差距 不在实战能力 也不在飞弹的设计 而在于晶片的能力嘛 你表面上看是说 今天以色列长驱直入进到了叙利亚 但是强是强在F35 但是强在后面 他的整个以色列的飞行员 可是最关键的是我的晶圆的这种技术 如果我的运算技术 我的整个说侦测的技术 你输人家 你就什么都输了 你就什么都输了 打电动就这样 我不要讲以色列 我们自己过去打电动 打那个CS射击游戏 你显示卡烂一点 你就已经被射死了 你才看到人家嘛 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打那射击游戏显卡要最好 荧幕要最好 就是我不要 还没看到就被射死了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所以美国为什么凭什么 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 他们海军做了一个十年计划 就是他公布了三个关键技术 这个叫做雷射 第二个叫做电磁炮 最后叫做急出速飞弹 所以今天美军 他的报告是一个又一个公布的 所以他讲得很清楚 在未来的十年 我要在海拳上获得我的霸权 第一个除了无人机之外 雷射石轨炮跟急出速飞弹 这三个都是观念中的观念 第一个你飞机过来的时候 雷射武器基本上追踪到 只要一锁定打出去就到 然后如果是飞弹过来的话 现在要靠麻雀飞弹或标二标三 对不对 抱歉现在也是雷射打过去就到了 打过去到它只要锁定你 两秒到三秒左右 你的关键原件 关键原件只要一被烧毁 抱歉你飞弹就坠落了 所以雷射武器 对美国来说叫做进可攻 退可守 可以做海平面舰对舰的攻击 但是你看我们看到这画面 它是去打无人机的 它告诉你是最好的状况是可以作为防空飞弹 最重要这是第一件是固态雷射 第一个叫做电磁轨道炮 电磁轨道炮对于美国来说 应该是一种加强型的加农炮 很简单 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看到加农炮的原理都很简单 后面是火药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把炮弹打出去 可是这东西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的射速不可能太快 你要装填嘛 第二个 你的成本很高 因为你都是炮弹 第三个 你的射速是有极限的 因为它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可是电磁轨道炮 有点像磁伏烈射的概念 它是用正负级的感觉 用正负同性相似的概念 用电磁原理把轨道 把你的炮弹推出去 电磁炮 电磁炮 所以它其实它不是打出雷射 不要搞混 它一样打出是炮弹 可是它只是推动那个东西 是用电磁力做正负级的 同性相似的原理 把它推出去 所以它打出去 出速就5.9到7.4马赫 你需要发展什么极因素 不用嘛 电磁轨道炮就可以 而且因为它不是火药 它射速极快 每分钟大概6枚 所以未来在海上 快速交战的时候 电磁轨道炮也是关键之一 最后叫做极出速炮弹 我们今年9月的时候 就有特别发现了 帕拉丁自走炮实验 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话音乐 美国的国防部 利用帕拉丁自走炮 作为防空武器 打下一个4马赫到5马赫的飞弹 告诉你说 未来帕拉丁自走炮 可以做到类似于爱国者飞弹的效果 但是我们就觉得奇怪 帕拉丁自走炮 我可以想象 它的炮弹经过连接电脑后 它的仰角等等的 都可以作为瞄准 可是它的子弹射速怎么那么快 它子弹应该是传统的炮弹 原来现在才揭秘 来我们看右边电脑这个 它上面装的子弹是 这个极出速的炮弹 导播这个极出速炮弹 跟一般帕拉丁子弹不一样 这个极出速炮弹 它背后有几个东西 你看它的炮弹口 是透过流体力学设计 跟空气力学设计 是极狭长的 有点类似所谓 狙击枪枪子弹 所以它打出去的时候 主力极力 第二个你看它后端 是有电子导引系统的 换句话说 它打出去之后 也有一定程度去修正自己的 仰角幅度的状况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 它很清楚 固态雷射炮 电子轨道炮 还有这个极出速炮弹 都是美国为了 争霸海权的主要空气 所以空中靠F-35 各种机面的运算 海面上靠这类新型的武器 美国想在地球上 再自霸一百年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 李斯列长驱直入 去攻击叙利亚 我们现在发现说 原来美制武器 跟俄罗斯的武器 已经不在同一个量级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有人去拆解俄罗斯的武器 是你现在使用的晶片 还是最好28奈米到40奈米 但美国已经往7奈米 往前进了 他这双方的差距 是数万倍数十万倍的一个差距 真的有这么夸张吗 是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 他传统以来 就是跟美国结盟在一起的 所以他以色列很多武器 是来自于美国 而他在使用的晶片方面 也是跟美国挂钩的 那我们知道叙利亚 叙利亚他其实跟伊朗 是同样的实业教派 而背后其实是俄罗斯 所以你看到叙利亚 整个防空体系来讲的话 是俄罗斯帮他建构的 那这次以色列进入到 所谓的叙利亚领土内 有设立在这个所谓的叙利亚内部的 是伊朗的部队 对 所以叙利亚 伊朗 俄罗斯三个是结盟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变成说进去之后 结果这个所谓的武器的性能 高低比马上这个所谓的呈现出来 你看到俄罗斯他这些武器 事实上其实俄罗斯错过了一个 所谓的半导体的发展精华级 为什么这么讲 在一九六零年代的时候 其实就有很多军事专家 跟所谓的俄罗斯的高层建议 就是说前苏联建议说 这个电子管还比晶片半导体好用 所以当时其实你们错失了 所谓的先机的一个机会 那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说 当时他们用所谓的计算法 其实俄罗斯是很特殊的 用所谓的三进卫法 那跟地方国家用二进卫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速度变慢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当时 因为加盟共和国 所以俄罗斯他把所有的相关的 微电子的相关的设备 或者是研发设施 都分散在各个加盟各个国 所以变成说 后来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没办法进行进一步的整合 所以换句话讲说 这个俄罗斯他基本上 他的一个晶片发展历史 就是一个比美国 还要退步的一个国家 所以说在半导体上 俄罗斯完全不是对手 对 所以他又没办法拿到 美国的这些精密的这些 晶片的这些相关的技术 这时候你才看到说 有二十八到四十奈米 还有所谓的对上七奈米 这种情形会发生 所以刚刚正昊已经提到了 就是你一个 比如说你一个画面 一个动画 它是产生一个lag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征收武器呢 我们知道说 你说当我今天 我用了SAM-300 或用SAM-400 我在征证的时候 我在看画面的时候 画面lag了 当我画面lag完了以后 他已经在我空中把我干掉了 是啊 没有错 就是说你看 整个防空体系要怎么建构 有卫星 还有地面上的武器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雷达 雷达系统 你如果你还是可以lag的话 当以色列的军机 在这里的时候 你画面上看起来是这里 但是人家已经跑到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变成说 你征收不到 已经锁定不到 这些以色列的武器 所以为什么 在这个所谓的运算法方面来讲的话 美国占有先机 而所以俄罗斯 他所设计到这张武器来讲的话 只能对付一些小国家 对付这个美国 这个大国来讲 特别是拥有所谓的半导体 跟晶片关键技术的 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他的演算法跟不上西方国家 跟不上西方国家的话 他自然就没有办法 有完整的一个防空体系了 好 所以师兄 你过去再讲 美国当时一定要把台积电 抓在手上 最关键的就是 跟他的军武有关系 我当时想 真的假的 就没有想到 从这一次 以色列长驱直入 进到了叙利亚 你从半导体 从你的侦测 从你的运算 那个根本就是研究所 给小学的程度 刚才都讲到说 这个晶片的这个差异 我跟你讲 未来的这个差异 会越差越大 为什么越差越大 这就是美国 为什么要封锁 俄罗斯 还有封锁中国 到取得相关晶片的 最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宝贤 那这个 为什么他这次 可以打到这个 萨姆斯300或萨姆斯400 因为萨姆斯300 萨姆斯400 侦测到你的时候 他大概要有 三分钟左右的 这个活动期间 三分钟 他要把这个炮弹打开 然后准备瞄准你 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F35来的时候 他早就看到你 他三分钟时间 他马上就可以锁定你 而且可以打到你 因为我的反应速度很快 我在讲 F35上面有一颗台积电 做了14奈米的 FPGA晶片 这颗晶片是强大到什么地方 它有好几百 它有大概上一颗的 这个电晶体 它的运算能力很强 为什么过去你会觉得说 好像苏联 或是中国的武器 跟美国差异不是很大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苏联或是中国的 他们会用很多 比如传统的力学 那飞弹的速度 可以飞得跟你一样快 但是问题就差在 我就说准确度 这就需要晶片的这个导引 你要打得准的话 这需要晶片的这个速度 我要知道你在什么位置 而且反应速度比你更快 这全部都要相关的 这个电站系统 你电站系统 就一定要用到晶片 所以你电站系统 是未来的决胜关键的时候 当然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跟美国拼 那真的是毫无这个胜算的这个 哪位就 在那个亚美尼亚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那个画面 我在底下我也看到 他的那个飞弹旅 也已经看到了上面有五人机 可是我要准备打这个五人机的时候 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 看到是那个飞弹被炸掉了 因为你的反应速度比他慢 他早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原因就在于说 因为这晶片的战役 绝对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 原来跟战争跟武器 差别这么大 而且刚刚讲 今天台积电 做了一个重大宣布就是 他的资本支出 竟然已经到了两百八十 被原来预估的多了百分之五十 是 事实上今天台积电 刚好开他的法硕会 法硕会他公布去年的营收 还有去年的整体获利 他去年赚了五千一百七十八亿 这个数字真的相当吓人 他每一天就赚十四亿新台币 相当相当吓人那个数字 然后从在这个时候 他调高他的资本支出 原本大家预估说 他去年资本支出是一百七十五亿 就一般市场预估说 今年两百二十亿就很了不起了 就他居然调到两百五十亿 到两百八十亿左右 而且他说了 台积电目前看到的各个东西 全部都是大幅成长 高速运算 然后包括说像什么5G 那甚至包括说像车用电子 全部都是大幅成长 等于说未来需要晶片的地方更多了 对 尤其是高阶晶片的越来越多 所以你说台积电到底是多厉害 那事实上 为什么台积电会这么厉害 我们必须讲 他不是台湾的台积电 他的背后 美国不是说要把台积电 牢牢的抓住吗 事实上我们的确也离不开美国 台积电走到目前为止的时候 事实上是包括有美国的这个技术 还有日本的这个设备 还有艾斯摩尔的这些相关的 才组成才有台湾台积电 那因为我们就是站在 他们这个阵营里面 台湾台积电 你某种程度来说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西方联盟 特别是美日联盟之间的 他把你扶植起来的一个公司 你说台积电本来就是美国对 而且你刚才讲 台积电的背后 不带你的技术来自美国 甚至刚刚讲 你现在连老板 你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股东 都是美国人 台积电的这个外资持有率 大概80% 80%里面最大多数就是在美商 所以我跟讲 甚至之前也有分析是说 他不会为了台 这个黄重点说 他不会为了保护台湾人来打 但是他会为了保护台湾来 保护台积电 美国人的财产 来这个来保护台湾 为什么 台积电目前的60%的客户 都是美国的厂商 另外一个他的股东 80%都是这个 这个所有的美国的厂商 所以你说 未来台积电 美国跟日本 他们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 而结合越紧密 他的对立面 就是俄罗斯 就是中国吗 对还有另外一个对立面 就是三星 海国 对三星 三星 我们知道最近的三星 真的是有一点这个 为什么有点 那之前高通 他有一个晶片叫做 骁龙888的这个晶片 最新的晶片 然后他丢给这个 这个 这个三星代工 然后三星代工之后 他就第一款 搭载这个高通最新晶片的 叫做小米的这个11 这次手机 就这次手机弄出来的时候 保护 A19的恶梦又重新在 三星再度发生一次 怎样的恶梦 很多中国YouTuber就说 这个是小米11 真的长得好看 然后整个效能 真的是相当好 它的效能 大概约莫比上一支的 这个手机里面来说的话 大概快了20%左右 那上一个晶片的话 是S867 是用台积电的7奈米 那这一次用的是 这个三星的5奈米 就效能是比较好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用了大概玩游戏 玩了20分钟之后 测试他们两支手机的温度 用旧手机的温度 是41度 那你只要用 新手机的温度 居然高达48度 也就是说 这个温度是很烫到 让你手都觉得很烫 也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之前三星的A9 不是又因为太多耗电 又太烫 就导致掉单吗 这次又一模一样 又耗电又太烫 结果你知道 现在怎么样 听说下一代的 这个骁龙的晶片 就准备要回到台积电来 所以我就讲 事实上现在整个 包括三星 很多 包括说我们这几天要讲的是 包括这个Intel 准备要下单给台积电 1月21号它会宣布 对不对 那1月21号宣布 保险你知道 连韩国厂商都自己说 这个我们的金颜代工 大概是输 大概是输这个台积电 这个单大概会被台积电拿走 所以你说台积电 现在跟三星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 而且他们就说 如果三星的这个金颜代工 要成为世界第一 要拿下什么 拿下苹果跟Intel的订单 可是苹果订单 它现在是绝对拿不到 Intel订单 如果真的也被台积电拿走 之后呢 大概三五年的时间 台积电 这个三星应该是看不到台积电的车尾灯了 好 所以董事长 张宗某之前 我看过他的这个资产 他里面就提到说 他觉得为什么要去做金颜代工 因为金颜代工非常花钱 他非常耗损这个人力 所以呢 任何的公司 我要自己去养一个金颜制造厂 非常不划算 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利基 没有想到这个梦 他经过三十年 他居然成功了 而且他现在唯一可能的对手 三星跟他越差越大 而且他跟三星的差距 不但是在技术上越差越大 三星跟美国的关系 三星跟日本的关系 让他也拿不到最好的技术 拿不到最好的材料了 首先我们当然必须要非常肯定 张宗某先生的远见 但是我实在不太相信说 张宗某先生三十年前 就已经看到今天的场景 这个我很难相信 但是他有一个概念 是成功的概念 他认为全世界 这种IC的发展过程当中 需要一个代工的专业工厂 然后这个平台可以服务全球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概念 就你刚刚讲的大资本 我让你们都不要花这些钱 好 那这个问题来了 就其实在三十年的拼搏情况之下 最大的出现的 最大的敌人出现的就是三星 那三星跟他的概念 是相反的概念 因为三星是做垂直整合 他什么都做 他从代工厂 从这个所有的晶元 所有的这些IC 包括他记忆体逻辑 包括最后做到的这个手机 他也做 产品也做 所以他等于是说 跟他所有的客户 跟苹果 你刚刚讲的苹果 直接对干 他是对冲突 苹果怎么可能给他做 你是我的敌军 我怎么可能给你东西 所以苹果也没有选择 也只能够支持三星 自然支持台阶电 这是再讲商业上的概念 因为这个商业上的概念 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概念 是什么概念 就是韩国跟日本之间的民族仇恨 然后还有这个韩国现实上 必须要跟中国结合 因为他解决统一问题 没有中国帮忙 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如果不同意两韩统一的话 两韩一辈子不可能统一 那么简单一个道理 这种情况之下 那他怎么办 所以日韩之间的冲突矛盾加深的时候 这个时候日本人唯一的选项就是台湾 我跟你讲 他不来找台积电不行 台积电根本家里面等着 而且日本有什么 日本有非常好的材料科学 跟基础科学 还有日本有非常多的钞票 因为要干大事情 要花大钱 台湾政府 我讲一个具体的事实 我不知道讲谁 我某一个好朋友 跑去找了我们的副院长沈荣经 跟他讲说 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希望请你支持在聊天 他讲得很开心 结果我们副院长刚刚想说 那我可以给你五千万做RD 你干怎么样 我朋友掉头就说 他说你给我五亿都不够 真的啊 半导体的五千万台币 我跟你讲 台币五千万变笑话 所以台湾在这里面 没有局的原因 就是说 因为政府没有钱去投入 这个钱太多了 而且我们的立法院不会通过 我们的大部分立法委员 我讲坦白好不好 本节目可能都看不太懂 立法委员看不懂报表嘛 不知道这个整个科技发展情况 所以势必有美国跟日本 这种大的国家来出 具庞大的资金 来让台积电影 绝对领先定位 这是唯一的选项 好 辉诚 这样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也面临一个 很大的问题 是他的疫情开始发展 他现在除了河北 现在整个黑龙江省 也出了问题了 当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现在这样的一个画面 看得人触目惊心 是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乌鸦在我们中国的传统里面 像代表的这个不吉祥 结果1月12号 整个河北狼坊市的河湘线 它竟然乌鸦出现 骗了整个蓝天 黑天 黑天暗 对 就没有办法想象说 到底发生的是什么事情 怎么会搞得乌鸦一整片 让一下子 这都是乌鸦 对 你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事实上确实 现在河北省可以说是 整个中国疫情爆发的一个核心 现在你知道吗 很多河北人 他出入的地方 都会被人家歧视 现在河北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 河北石家庄因为封城 那有一家人 他本来要在石家庄 这边下车了 但是因为没有整个所有的道路 以及所有的交通 全部都呈现停摆状况 所以他们只好路宿街头 在街上 那人家就说 你怎么在这里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已经封城了 你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移动 所以就只好在这里 这一家人路宿街头 是 而且除此之外 除了人回不去之外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包括货车 你看这个货车司机 为什么在那个货车上 那边泡泡面 他说因为现在全面都停摆下来 所以他是被困在石家庄的 每天都在车上 只能吃泡面 而且你知道 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他是一个货车司机 已经把车司开到新疆了 结果他要去 中石化加油 加油在人 完全不让他进去 新疆不给他加油 对 然后他现在这个人 就很生气 司机就直接 PO那个视频 就说 现在的中石化 为什么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加油 然后这个加油在的人 就说 哎呀 村里的决定 村里的决定 而且还有公安 站在旁边 所以他的车牌是来自河北 是寄 所以就不能加油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大家就有点把河北 现在变成是2.0版本的武汉 你只要出入到全国 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被人家面临到一个 排挤的现象 那除此之外 还发现一个情况 说你看这个 这是什么 就是同一栋住户上下楼 他们竟然要彼此出示健康嘛 真的假的 因为他们以前我们是打招 现在没有彼此出 我是健康的 我是健康 我也是健康 我也是健康 竟然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自己是健康的出入 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说你看到没有 两个人吓死了 我在见面 我不知道你对方的状况如何 我把我的健康嘛 拿出来以后 我才敢从你的旁边走过去 对 现在真的变成是 每一个人就人人自为 那你现在看到这画面是 黑龙将宣布全省 也进入一个应急的状态 因为他们单日就发生了 90起新增案例 所以你看 他们竟然是从外面 把整个小区的门 全部都焊死了 那这个画面也在讲 这个拍视频讲说 全封了 全封了 现在真的是全封了 我们看到为什么 这一次中国大爆发 不管从河北 不管从黑龙江 不管是它的辽宁 或者大连 都是来自同一地方 都是从俄罗斯来的 那我要问呢 那俄罗斯现在是怎样 是因为大家现在在讨论说 为什么那个石家庄会 整个大爆发 最重要关机是因为 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 所有本来要停北极机场的 所有外来的班机 全部都是停在石家庄这边 而且尤其最多来的班机是哪里 就是俄罗斯 所以现在俄罗斯情况 人家就在怀疑说 是不是根本都是 你这俄罗斯的病毒 所带进来的 而且还说俄罗斯 有一个女孩 她身上她的变异 已经有18种变异病毒 而且你要知道 你刚刚提到的 俄罗斯这个女孩 身上有18种变异病毒 她是两度确诊 她第一度确诊的时候 是在四月份 第二度又再度确诊的时候 是在九月九号 就后来没想到 她这个比对出来 她身上竟然有18种 不同的变异病毒 而其中有一种 竟然跟英国的变异病毒 极相似 所以人家就在怀疑说 事实上现在所有的 全部的源头的来源 其实就是来自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 现在情况已经危及到 包括他们有一些冰的 本来是滑冰的 那个滑冰场 现在全部都封下来 变成什么 变成是方舱医院 里面现在大概有一千三百 一千七百多床的病床 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 都已经住满了 可是即使是这样 你知道吗 负责这个救治的医生说 我们在所有情况 全部都是under control 没有问题 没有失控 也没有大家传得那么严重 然后甚至连普丁都跳出来说 我们这个病毒打 我们现在有个疫苗 疫苗打的情况 其实是非常良好的 好 那我们看 俄罗斯现在 他的天寒地冻的状况 刚好就是这个COVID-19 大爆发最好的温床 是 因为我们知道 当他的气候一冷的情况之下 就会更有助于这整个 就是病毒的传播 所以现在 人家包括现在 整个俄罗斯的情况 并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的一个 极端气候的情况 导致目前 是俄罗斯 是 你看他全部都是陷入 在那个爆棚雪当中 而且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地方 也全部都呈现到一个 在冰天雪地里面 而这冰天雪地的情况 也会导致包括疫苗的一个诉讼 以及疫苗的施打的净土 全部都落后 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人 可以说是活在那个水深火热当中 一来是疫情的一个清醒 第二是极端气候的影响 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危机 所以我们来讲说 你如果看到南海 都已经这样的冰天雪地 都这样的冰冻世界的话 那北韩还得了 我们再看这张照片 这很清楚就是 今天南海 感觉上你还有喘息的空间 整个北韩 真的是一个白茫茫雪国 好 再看 一张最新的照片出来了 平壤旁边有一个大同江 不是讲汉江也冰冻了吗 汉江冰冻 还是江面上一层薄薄的冰 你看到没有 整个大同江 冰封道是吧 人都可以站在上面 不用担心了 而且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目前的整个北韩今年 全部都被寒吵 甚至还有这种紫色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北韩 到底是有多冷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最近看到说 金正恩为什么一直出来 因为为什么要一直出来 因为今年的北韩是又激又冷 又漆又冷 这个非常糟糕 虽然他最近一直常常出现 大家看看大家 像前一阵子不是这个劳动党大会的时候 他也要出免 为什么 他要安定民心 那到底现在北韩多冷 你知道这个是整个 我们前几天能讲到这个南韩的汉江 汉江是薄冰 对不对 这个是怎样 已经变成是溜冰场的等级了 那上面都已经 他们都已经在上面 站这么多人 溜冰场 各式各样的都已经在 变成是他们的娱乐场 甚至你知道 因为我刚才就讲 今年北韩激寒交迫对 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 赶快去遭冰 遭冰之后去捞鱼 捞鱼 捞虾起来 加菜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真的非常惨 你看北韩真的是相当相当的 很冷的一个状况 你看所有路面上面来说 你几乎都完全看不到路 因为完全都是结冰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 你看完全都是结冰的一个情形 都真的 你旁边的草啊什么 完全都已经被 完全被雪覆盖 我还是砍柴火 砍柴火 那你看他们在推这个车子的时候 也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整个路面非常滑的时候 很多人都因此而摔倒 所以这个冬天对北韩人民来讲的话 是他们从来没有料想过 居然会是这么冷的一个冬天 所以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动作就非常奇怪 第一个我下最几招 第二个我在阅兵的时候 我流下眼泪 我对不起韩国南北韩的人民 然后我不再扩大我自己的权力 这不是矛盾吗 这一点也不矛盾 为什么 他巩固他的领导中心 他很怕现在的北韩人民 幽稽幼寒的这个状况是这样 你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他当然要不断的出来说 我还是领导中心 巩固领导中心 用这样来 这个我们要 尤其是他 他赶快批 为什么要赶快批韩国 批美国 要把第一把这个不满的情绪 移到海外去 所以我们今天讲 他们在开劳动党大会 结果在这个穿堂的时候 两边的照片 都是英明神武的金正恩 我是王 我是King 你们都要来朝拜我 但今天更妙的是 劳动党有一个庆祝 第八届工人党代表大会的群众 艺术表演 这其实是一个小活动 可是你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小活动 金正恩不再出席 金正恩不再出席 北韩还大幅报道 代表 现在我所有的在的场合 我都是焦点 当然他现在要赶快转移 民众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焦点 他先希望说 赶快这个寒草 过几天过了之后 或许民众开始 可以出来活动的时候 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他现在要熬过 这个寒冷的冬天 还有这个困苦的 这个政治时刻 好的 除了我们要讲的 韩国北韩的状况 非常严酷之外 另外就是日本 对 日本真的没完没了 我们要讲 哲政讲台湾你还有 揣袭的空间 但是这波寒流 到了日本 是一波接着一波 连很能耐寒的日本人 都受不了了 保险那我们很多民众 都很喜欢去东京玩 对不对 东京其实很少下雪 可是现在东京 也开始在下雪 而且已经出现了 某些地方 已经有积雪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我们很多台湾人 也很喜欢去的去 京都的这个奈良 这个地方 那奈良不是很多奈良路吗 现在他们奈良路 不但没有仙贝可以吃 而且他们现在只能够喝雨水 现在喝雪水 雪水不断地打到他们的身上 很多奈良路 现在你在路上 你看他路 他在这个街道上走的时候 全身都被路走 都被雪所盖 你能想象原来是这个样子 好 那除了是奈良之外 我们要讲比较北边的 北路这一带 像岩守县 岩守县本来就很冷 可是他们就说 居然没有想到这么冷 他们这个积雪 已经高达14公分 真的还积雪 积雪到什么程度 你仔细看 这是一个冰墙 这样的状况 你看这是一个铲子 你就知道这冰墙多高 他说我要出门之前 我要先从这个冰里面 铲出一条路来 我不知道我们很多台湾人 很喜欢去看这个 这个岐阜那边看这个雪墙 现在在他们家门口 每天都有雪墙 每天都有雪墙 一开门就是雪墙 他们都说受不了了 这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在新西线 新西线也是算是 比较北边这个地方 你看他们现在 因为整个大雪的关系 他们现在你在路上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排队 因为什么 原定的这个车子 完全都没有来 因为可能他在哪里就跑马 或是哪里就跑马 所以现在整个 车站面前的话 都是排挤藏藏的人龙 而且因为雪现在太大之后 所有的 因为我不知道 日本很多民宅 都是可能就是木造的 或是他用很简单的 这个架构 你看压垮 那民宅里面的车厅 在这边就没想要 被压垮的一个状况 真的你看 连轿车在里面 都被压到一个情形 现在最惨的是什么 老师那他们现在还不担心 这个雪固然会造成影响 但是他们现在更担心的是 熔冰之后 你看熔冰之后 这些雪都变成是水 水之后来灌进 那些所谓的民宅 你看这就是 熔冰之后灌进民宅 灌进民宅之后 民宅就这样 完全都淹水 甚至在这个新西这个地方 因为新西米很好 所以这边有很多酒造 那酒造结果没想到 水就浸了这个酒造 完全 那不就坏掉了吗 我酿了酒 酿了什么 全部都坏掉 所以这个雪 对日本的灾害来说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都还要更加严重的一个状况 赵 我们刚才在日本的街头 看到很多秋田犬 秋田犬是不怕寒的 可是我觉得最妙的是 普丁 日本曾经送给他这个秋田犬 结果没有想到 他拿这个秋田犬 吓日本人 你看这个日本人被他吓坏了 这是普丁跟日本的记者代表 会面的记者会 你看这有多夸张 普丁因为2012年 日本地震的时候 俄罗斯有支柱日本 所以日本回送一个秋田犬 送了秋田犬给普丁之后 没想到过几年 普丁会见日本代表的时候 就带这秋田犬来 结果这秋田犬 秋田犬我要讲的是 它是日本的原生犬 不是国外的 是日本原生犬 结果这些秋田犬 完全被普丁 那个驯服了 就对那个日本人代表 一直狂吼 对日本代表狂吼 对日本的那个记者 你是日本人送给普丁的 对 对日本记者代表狂吼 吼的时候 你看那日本记者代表 很尴尬 脸要保持一个尴尬的微笑 然后不敢动 不是啊 动都不敢动 动都不敢动 本来普丁会跟他讲 你要不要摸摸看 他手都不敢伸出来 普丁很故意哦 你看普丁先拿手摸 对不对 然后拿摸那只狗的手 跑去跟那日本代表握手 然后摸完手之后 再拿手 再去拿那只手 拿了饲料给秋天犬吃 你听他的叫声 我听到我都怕了 有洪亮啊 所以普丁其实坦白说 是个狠人的 可是刚刚才看来 普丁真的对狗这么有办法吗 普丁是真心赖狗 你看这画面是土库曼的总统 送一只狗给普丁 你看哦 这个土库曼的摆明就是不会养狗的嘛 所以土库曼走的世界 把狗拉着脖子撩起来 给记者拍照 你看普丁气到什么程度 他气普丁的脸是马上就变 然后冲上去就把狗接过来 那普丁抱狗的样子就照有养狗 那是抱狗的姿势 对 抱屁股 然后你看你看哦 这狗跑走的时候 你看普丁根本你看你看 普丁脸马上变 他抓眉两下 普丁非常 如果是外交是蛮媒的地方 可是你看 普丁这个是把它捧起来 然后抱屁股 你不能这样啦 对 然后抱屁股是怕狗的脊椎会受伤 然后抱完之后你看哦 多爱他摸狗 普丁实际上是高档的狗毛没关系 然后把狗放在地毯上之后 理论上他要接走土库曼 总统手上那个文件 结果的画面另外一边是 普丁一直在看狗 真的吗 眼睛不离土库曼 根本没有在玩土库 没有在看土库曼的总统的一眼 原因是普丁坦白说是真的爱狗 所以很多很多国家都知道 普丁是个爱狗人士 所以保加利亚2010年的时候 普丁坊保加利亚也送了 普丁跟牧羊犬 你看普丁拿牧羊犬的状况 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所以在普丁的角度 狗是他最忠实的伙伴 或许狗是拿来吓人的 也行 因为狗第一个是唯一 不会抢他皇位的 不会威胁他的 叫他往东不会往西的 你看普丁抱着狗是还去亲他 他是真心爱狗 可是呢 该拿出来吓人的时候 还是要吓人 刚对付那个日本代表的时候 就很清楚 俄罗斯跟日本 可是有一些的领土上争议 在北极圈利益 也是有争议 所以你看这普丁 这真的是经典 叫你日本送我的牧羊犬 几年之内 是那个狗叫声 对 非常非常猴子 几年内我把你训得乖乖扶扶贴 就是我普丁养了狗 我摸完了我的狗后 再跟你握手 你一点话都不敢讲 这就是普丁 尽可攻退克手 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好 东方 该讲到这些中亚的国家突破 现在中国也想争取他们 现在用什么 用疫苗 现在今天有个非常有趣画面 印尼的总统公开的打疫苗 打中国的疫苗 表示我有中国疫苗了 没错 印尼总统在礼拜三的时候 公开先打 这个是印尼总统 那个主客维多多 他为什么要打这个 公开打这个疫苗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公务人员怕怕的 他为就是 因为他第一波要的是 公务人员医生 军员先打 那因为大家有意见 所以他就示范给你 你看那个人打的时候 还在发抖 总统打这些手在发抖 这个有什么好抖成这个样子 他打个疫苗而已 可是他打的是什么疫苗 就是科兴疫苗 科兴疫苗 如果大家最近去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巴西 巴西公布的数字 最早的时候 有到七十几% 隔两天下修到五十点三八 五十点三八什么意思呢 有保护率 世卫组织公布的疫苗可接受的最低保护率 就是百分之五十 五十点三八 就是多了一点三八 这是个就麻烦 可是在印 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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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布的有效数据 是六十几 全世界这样子 有多少人买 光科兴 大概买八 八亿支左右 你知道吗 只有科兴做得到 是 他承诺他一年至少生产六亿支 而且我们看到了 印尼的总统在打这个疫苗的时候 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王毅现在到各个地方 是带着疫苗去的 当然了 因为中国来讲 他知道说这个时候非做这件事不可 为什么 你注意看他去的地方 巴西啦 印尼啦 土耳其啦 其实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例外 新加坡是有钱的 可是为什么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都没办法有冷戀 只有中国的疫苗可以在比较 接近常温之下 可是 中国疫苗 你要买多少钱 我用中国自己的数据 几个月前 在去年的时候 江苏省公开招标 科兴有得标 我们既然都知道这个疫苗 一次要打两剂 他一剂是两百块人民币 那你要乘以二啦 换算下来大概三十几块 三十几块美金跑不掉 可是其他国家的 其他的疫苗 牛津跟其他的 便宜的可以到个位数 贵一点的就是二十五块 美金 所以中国的疫苗不便宜 所以呢 中国的铁杆好兄弟 这个塞尔维亚总统 他是很铁杆的 连习近平的肖像都挂在他首都的街上 他就在接受他们国内访问说 中国疫苗没问题 可是希望一件事情他要写信给习近平干嘛 打个折 降价 你到底要多少钱 如果按照江苏省标到的那个价格 一季要两百块人民币 那才以二啊四百块人民币 那塞尔维亚怎么打得起 所以他一定要打折 好 可是回过来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啦 这个中国疫苗到底好不好用 到底好不好用 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公布数据 数据这件事情还有说明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 陈志忠前一阵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讲这个年轻大学那一支 台湾有抢了一千万剂嘛 他说对方有传那个说明说明来 是 他说明的那个资料是多少页你知道吗 八千页 八千页 八千页啊 就是从从这个疫苗一开始 到每一个实验数据 小一期一期一期零 大概是一百两百两百个人 二期不会超过一千个人 大概六百左右 三期一定要破万 他就有他所有的数据 八千页 八千页 那 中国 没有 没有 但是开记者会的时候说78% 好 那这就是个选择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巴西总统 我应该开始讲到巴西总统 有一次是说78% 后来把所有的会诊以后变成50.38% 你是巴西总统的时候 到底这是要打 还是不打 怎么办 可是这对中国来讲 你买不到其他国家的 只有中国的疫苗可以常温 而且我可以大量供应 就是中国利用在疫情里面 展现他的疫情外交的 很厉害 虽然这两天台湾出太阳了 可是觉得早晚还是非常的冷 而且更可怕的是 到这礼拜六一个更可怕的寒流 又要骑骑台湾 这个时候整个北半球刚刚讲没有任何幸免的地方 连很多的动物都受不了了 是你看这只黑猫本来想要出去 跟他主人说我要出去玩 我要出去玩 就是塞台湾他妈妈跟他想说现在是负二度 你确定要出去 现在的外面是负二度 就一出去马上掉在主人身上 他完全不想下来了 他完全不想下来了 他不是吵着要出去吗 对啊 没有 因为太冷了 他后来知道错了 一开门马上滚回家 你知道实在太冷了 连猫都... 他本来吵着要出门 结果门一打开就跑掉了 是 因为那个妈妈还跟他想说负二度 他还一直坚持要出门 就一吓到跑 妈妈现在赶快回家 再也不敢吵着要出门 你知道所以现在的冷是连猫 都已经受不了的一个寒冷程度 除了猫之外 狗 你看这只滚在干嘛 他现在像恐龙一样两只前脚举起来走路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他前面的脚不想要着地 就像整只这样像恐龙一样 能不着地就不着地 对 虽然想说这一只狗 也是在走路的情况 也是太逗趣了 怎么会这样 因为实在是太冷了 连狗都受不了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欧洲的一个情况 西班牙还有这么多雪 对 大风雪 然后现在全部的雪 都积满了所有的道路 虽然必须要出动部队 由部队来进行 一个善后的情况 然后包括马德里 现在也都是 零下负两位数的一个温度 所以也产生出很多的交通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由部队 来执行相关的勤务 才可以避免到更多的 另外还有就是包括 就瑞典也同样遭受到 一个暴风雪的一个心机 瑞典雪这么厚 而且你知道吗 他积雪一下子就降了 六十公分的积雪 然后积雪 因为有时候积雪 它会会导致什么情况 就导致电线倾倒或什么 所以也造成了大概有三千户 人家的一个停电 造成生活上很不便利 另外这个就是 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个火车全部都配困在 上面有大概六十多名乘客 都困在这个火车上 因为暴风雪的关系困长达十一个小时 火车不能动 完全不能动 所以他们要送一些相关的物资 然后让这个火车上的一些居民 有办法在这个火车上待了十一个小时 然后另外也派动了一些相关人员 在进行道路排除了一些障碍 让他们可以尽速的恢复通行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暴风雪的话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在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半岛在科索沃 你知道有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们可能是大雨 然后第二个也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下雪 就雪融化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地方都出现了 一个就是洪水 然后或者是整个水完全是导致到 整个隧道里面全部都清雪 所以说现在欧洲不是暴雪 就是这种大洪水 而且它真的会造成很多 你看都完全没有办法动 然后还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情况 导致他们就是家庭都没有有食物 必须要疏散 那你看它完全洪水跑到住家里面 你根本没有办法住人 所以这些家庭就会被安置 在一些相关的中心 他们有人就说你知道吗 我才刚起床 我刚起床就看到整个洪水 竟然就跑到了我家 市区里面还有淹水 你看这冰市整台车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有非常多昂贵车子 也就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泡水车 所以现在整个巴尔干半岛 可以说是都浸泡在水里面 然后呢也导致对立的一个中断 以及道路的一个毁损 所以灾情其实是其此比落 那包括阿尔巴尼亚 塞尔维亚 克罗埃西亚 也同样都面临到这样的状况 怎么样 苏贞昌今天针对内阁改组讲话 他讲怎么样 他说现在没有内阁改组的打算 他说他不厌也不倦 心中只有感谢 他说他现在怎样 热情昂扬没有患得患事 表示这个院长问啊 而且现在怎样呢 他不但问啊 各地的警察院警察首长 我都还可以调动得了 热情昂扬 吓死人了 我告诉你 苏贞昌内阁有一个特性 他是什么内阁你知道吧 他是个吵架内阁 他到处骂人 他骂人骂到 骂到为了猪肉 美国猪肉的事情 骂跟所有的国民党吵架 跟所有民进党吵架 吵到了这个令英杰 把他的这个年底的这个赫税片 把苏贞昌拿掉 为什么 你这个猪肉让你好好搞 你把它搞定嘛 你搞定是政治问题 他把它不但没有搞定 变成了台湾人现在讨厌美国人 萊豬没搞定吗 当然没有搞定 你看那个标章乱贴一塌糊涂 那都不管了 但苏贞昌今天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他拿了一大张一个指出来 把所有的行政院长的攻击 像清单一样 一大跳 常常一大落东西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要肯定苏贞昌 他这内阁有一个特性 第一个他没有什么思考能力 所以他是有个 但是这个有特性 他因为他不会想问题 所以他会做事 他做什么事 管制 非洲猪瘟是他干下来的 管制 这个新冠肺炎他干下来的 他的管人 就是no say no内阁 你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这个不能做 所以他管制老百姓 非常有一套 老百姓不能做事 他说的事情 他在这里面 你想想看 苏贞昌到底做了哪些建设性的事情 没吗 经济上有没有什么发展 台积电的发展 跟他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的股市创新高 那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成长 还还好的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 他有没有跟台 你有没有印象中 他跟台积电的负责人 一起照过相 没有 倒是你 所以台积电是台湾 最重要的互国神灘 它消失 那我讲意思说 这都没有关系 他要重新做的事情 都是叫你不准做的事 他意外做的事情都是别人干的 好事都是意外事件发生 所以他这个内阁的将来 他有一句关键话 没有改组 没有改组 没有改组讲太快了 我现在告诉你 明年520这个关键点 就是他的关键点 他现在的民调死亡交叉 他说民调如果掉到30%以下 我在这里跟你保证一定改组 会吗 他现在还算不错啊 为什么你知道吧 现在整个内阁 现在两件事情 政府关切两件事情 美术已经算了 已经挂掉了嘛 美术会继续变成被国民党打烂 所以民调一定下滑 对不对 美术是个负面因素 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会继续扣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记得以前刚开始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超前部署 管制这个不准进 不准入境 那个不准入境 把整个疫情控制得非常很好 TOCC我们疫调做得很好 为什么现在不行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现在全世界都在打疫苗 只有台湾没有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买不到疫苗 这就是苏内阁越来 越来会快开始图穷必现 最后的难堪场面 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电动车跟自驾车是未来人类生活的最大改变 也是所有的股市最具爆发的一个题材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 除了特斯拉之外 还有谁能够与之争锋 所有人都认为 Apple Car是最有爆发力 最有潜力 但问题是 整个屏股公司对Apple Car 贿若陌生 他完全不透露任何的资料 所以Apple Car你现在这个资料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到底是一个炒作 还是一个未来真实的一个存在 但没有想到 美国法院的一个起诉书 竟然把Apple Car 把苹果怎么样制造这个汽车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秘密都公布出来了 原来有一个中国人 他要去窃取Apple Car的资料 结果被起诉之后 苹果要花多少人力 苹果要在哪里去研究Apple Car 甚至这里面有多少的专利 竟然都在这个起诉书里面呈现出来 好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起诉书 我们看到Apple Car的未来 他真的有能力跟特斯拉一较高下吗 还是说他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特斯拉 就像中国的汽车公司 蔚来汽车所说的 他的对手不是特斯拉 而是Apple Car 因为那才是未来 那才是趋势 好 在这段里面有两位来宾 交往我们讨论 第一位是中化农气发展协会的 福音部长 林玉宏 玉宏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正面铁人王雷德 大家好 好 其实这个市场上 对于Apple Car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到底目前进度如何 苹果公司到底有没有决心 来发展汽车工业 大家其实有很多的想像 有很多的争论 没错 可能没有想到 一个法院的起诉书里面 竟然把Apple Car里面 很多的专利 很多的资料 很多的秘密都公布出来了 今天台北股市虽然是跌的 可是宝洁你知道吗 今天的鸿海盘中 居然一度亮灯涨停板 还不是鸿海 很多鸿家军的鸿准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他跨入电动车 这是那个合硕 大家过去用电子五根根本不会涨 他居然盘中也亮灯涨停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要做特斯拉的电动装 所以在告诉你一个财富密码是什么 你只要沾上电动车的全部都大涨 所以现在全台湾民众都在说 好 那到底电动车特斯拉当然非常好 但是台湾民众一定更关心 苹果到底有没有做车 因为一旦苹果做车的时候 台湾一定是非常大的供应链 好 那我们就仔细地去爬树一下 赫兰发现到说 除了最近美国媒体在报导的2012 或是2024要推出之外 2019年的一个法院的判决里面 不但告诉你苹果准备坐车 而且他透露了非常多的内幕 还有非常多的未来 苹果Apple Card可能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那怎么会有这个起诉出来 然后这个起诉出来 又怎么会把苹果对Apple Card 苹果公司 那苹果有非常多大楼 对不对 但他在里面搜集非常大量的资料 那搜集非常大量的资料之后 他一共起诉到时候 大概有两千多个档案 那两千多个档案里面来说的话 他就说你为什么一直在拍一栋大楼 那栋大楼很奇怪 因为那栋大楼 你看我们如果知道 苹果的总部大楼 就是一个非碟型的这个行动 旁边有很多大楼对 但有一栋大楼是外表 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成绩中在里面拍了又拍拍了又拍 然后在里面找了非常多的资料 那于是呢 美国的这个法院就调查这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这一栋不起眼的大楼 他其实是隐含在苹果未来最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里面 所以说苹果找一个没有名称的大楼 一个看不起眼的大楼 这个大楼居然有苹果的未来 那到底是什么未来呢 后来原来就知道 原来这里面来说的话 是苹果车子的研发 就在这栋大楼里面 而且根据他们后来调查的这个结果里面来说 这是从成绩中还有相关的资料搜集过来的 就是苹果有14万名的员工里面来说 大概只有五千名能够知道这个计划 而且这个五千人里面来说的话 都是只有1200名是核心成员 那核心人是直接参与 五千其他的四五千人来说是周边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那他们所有的这个档案里面 都送到苹果最核心的这个保管箱里面去保管 网路资料在这个地方 他每一个都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开发的这个计划 比如说这个所谓电池的开发 或是说这个车门的开发 每一个档案每一个都被特殊管理起来 你要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你不是属于这些核心人士 你根本就不能够看 而且他还说到一个重点 他这些档案的核心最后都连接到美国政府 也就是说美国政府都知道 苹果在开发什么东西 所以讲这1200个核心人员 他是开发的核心 很夸张的是 他已经不是停留在想象 可怕在这里 这1200个人在配上旁边将近5000个人的整个大团队里面 你的玻璃你的车子你的光纤甚至你的动力 他全部都有专利了 这就是当初的那个文件 你看这是当初他们起诉的那个文件 United State District Court 就是他们的地方的法院 那你看里面有说 人数多少5000个人 14万人中间的5000人 那5000人只有1200人是核心 但是他我们讲的东西都是从他文件里面弄出来 而且他还说了 从2014年开始的时候 其实苹果就开始 那个泰坦计划就开始了 2014年 对 他挖了非常多人 挖了从特斯拉 挖了非常多 而且里面的改组 里面的团队已经改组过很多次 库克可能对这个进度都不满意 他都改组过 我们很难才发现 原来苹果不是随便说说 他已经真的做了非常多的资料在这里面 而且苗老师 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图 因为到这个文件里面 他又画出来的 是 这些画出来了以后 原来我的苹果的作为是这个样子 而且我很多的触控装置 就在我旁边的把手 对 事实上 观众要好好听 因为这是可能隐含 未来很多新科技 黑科技在这里面 第一个 我们从里面找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你看一个人坐在上面 这个椅子上面 然后他来看这个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未来的 你的这个所谓椅子 它本身就是一个界面 他们苹果 现在研发一个什么 他把这个所谓的显示层 把它装在这个皮革里面 皮革里面 你来说也就是说 例如我碰触皮革的时候 皮革这个下面这一层 显示层会亮起来 亮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操纵 他里面有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资料 甚至还可以变成不同的光线 所以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在这里面 他就 所以说我本来手机是按键的 所以他把它改成 是我在玻璃萤幕上 我所有的触控 都在玻璃萤幕上 现在这个概念就是 今天我的车子 都是我的触控萤幕 摸起来的话 很像是木质或是皮革这样子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萤幕 所以它是用这个颠覆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想象 所以它上面有非常 你看它是摸的 你看这里面就会显示 不一样的这个影片 在这里面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隐藏式的 使用者界面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车窗玻璃 你知道车窗玻璃是什么东西 原来车窗玻璃是这样 它在我们一般的玻璃 两层玻璃中 它夹了一个显示屏幕在这里面 那显示屏幕在这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用这个中间的显示屏幕来变色 比如说我太阳这个太阳这个很大的时候 我要变成是有这个防晒的这个功能 我就把它用防晒的功能 比如说晚上的时候 我要比较暗的时候 我就把它弄得比较暗 所以它就由中间那个显示屏的荧幕 来控制它的灯光的这个变化 所以未来你的车子 可能从外面看的时候 它可以变换成不同的颜色 用车窗来变换不同的颜色 所以你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个内部的这个资料 你看可以贴膜反射力误度 什么可观 可外观外部的可观内观 一大堆的资料 原来它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所谓射算 都已经在这里面了 所以它光是玻璃喔 它是光是玻璃 就有很多专利在里面 对 还可以反射 如果你说我这样 不要让人家看到的时候 我还可以反射 甚至我还可以霧面 所以你看 里面未来的这个车窗 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功能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新的什么 电动车的这个充电 它电动车的充电 其实跟特斯拉不太一样 特斯拉是要 我们现在如果你要充电的时候 你要拿着这个充电的这个 充电枪 然后去插在你的这个车子里面 它未来不是 它都完全自动的 你可以讲 它的车子是在这边 对不对 它的充电孔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这个充电装置 那是什么 这是固定式的 固定式也就是说 我曾车子开到一个这个充电 很多充电庄的这个地方 我停下来之后 我就可以去吃饭聊天或是干嘛 然后车子会自己导引之后 然后就会到这个地方 然后还对准说 目前空闲的这个电动窗 这个充电枪 我就直接这样子 两个完成这个充电的这个状况 那甚至还有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抽取式的 譬如说我要用抽取式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机器人 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随时抽取 所以它连这个 所以我可以去改 转换我的 改变转换我的电池 我也可以去直接充电 对 所以这是它连充电的 这个装置都弄好了 那重点装置弄好 它的车门也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车门 就是这样左右开 对不对 那比较好的车呢 你可能是这样上下开 这样往上开 对不对 它的不一样 它未来是这样 这是车子的样子 它是往上滑上去 也就是说你看 它是往这个 有一个滑轨把它往上滑 那往上滑的时候 它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这样子把它 把它盖下来 盖下来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它要这样设计呢 第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车子的意外 都是因为你车门打开之后 就造成这样的影响 对 所以它不要有这样子的影响 而且这样的形状之后 它可以把车子做了 不一样的这个设计感 不会因为车门的关系 因为苹果的这个车子里面来说 未来是自驾车 所以里面的位置是对座的 就完全都是对座的一个状况 可以对座 对 都是对座的一个情形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保险桿 你看保险桿 保险桿 我们有时候插到这个保险桿的时候 保险桿都撞到的时候 保险桿会坏掉 对不对 它在里面弄一个可伸缩 你看它有一个 它里面装一些圆件 在这个地方 类似有一种那种充气式的这个装置 也就是说 它可以这样的伸缩 你真的被撞到的时候 或是怎样的时候 它可以这个扩充开来 所以我的安全气囊 不是在我的乘客前面 是我的保险桿 就是保险桿 保险桿是可以保护车子的 那你刚才讲到安全气囊 他们现在设计出新的安全气囊 我们一般前座安全气囊很小 所以有时候 你可能这样撞上去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怕你的脸会受伤 或是这个下半身 或撞到这个方向盘 或是怎样之类的 可是他现在保险 未来他就直接给你个 这么大的这个安全气囊 整个把你的整个上半身 全部都照住 这样一个状况 你看他这个 他还已经测试过了 他测试过的时候 他连这个 你撞出去的角度 都已经测试非常清楚 所以从这些文件告诉你什么 苹果已经几乎是完全 已经快要接近完成设计的一个阶段 而且他可怕的是 为什么这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是因为他里面全部都要晶片 以前只要有一个 他现在里面有电视 里面有扬声器 里面有灯 里面有开关 里面有插座 里面有接触器 里面有空气 汽车器 还有自动温度 都要晶片 控制 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装置 里面来说 都要大量的晶片 你说显示器的节目 我碰下去 触控那些 都要一些触控的IC 在这里面 我的车窗玻璃 要感应不一样的东西 要有温度控制 比如说车机充电里面 一定要非常多的 这个充电电池 相关的管理IC 任何东西 都要这么多的IC 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说 台湾在这几年 突然之间 我们整个半导体突然大爆发 因为这个电动车 就是个大商机 不只是电动车 是大商机 我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个是家用产品 家用产品 现在这几天的时候 你知道中国大陆这几天 最近就在最近一段时间 他们家电全部都大涨 包括说冷气机 还有电冰箱 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用到很多晶片 现在也大幅缺货 这是苹果的HomeKit HomeKit就是说 未来你可能用一个你的手机里面 就可以远端遥控家里面 这么多的装置 保洁那你看 我除了手机要这些东西之外 每一个家 我要控制你 我要控制电视的话 电视是不是要有一个晶片 我要传给资料 说你什么时候打开 然后转到这个51台 刘保洁的节目 要看这样子 我可以完全的命 完全的设定非常准确 或是几点的时候 你要开灯 几点的时候要开这个 所谓的电风扇 几点要开冷气 完全都要控制得非常清楚 你一定要有一个接收端 这个车 这个产品的接收端 一定也要有晶片 所以这整个是 智慧家电 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是苹果跟瑞典的 一个社区所做的实验 我从起床以后 我要开门 我要开灯 我要开窗 我所有东西都在我手机上 也就是它几乎所有 把所有家电 全部都连接到你的手机 那家电里面来说 都有相关的IC在这里面 所以这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非常大的这个商机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天 刚好我们讲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现在台积电 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高阶制程 譬如说三奈米 三奈米又准备要往前推 原本预估是这个去明年 但是现在台积电已经说 今年就可以量产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三 今年可以量产三奈米 对 三奈米完成之后 继续往二奈米 一奈米推进的时候 所有的未来的科技 就掌握在这些晶片的手上 好 会者 今天台积电做了一个股东说明会 股东说明会里面 特别提到 今年的它的资本支出 要从这个本来175亿 增加到280亿 它的资本支出 为什么一下增加那么多 因为它有很多新的发展 大幅的增加 中间它特别提到了车用晶片 原来台积电现在跟车用晶片 也越来越密切 而且它讲两种 有一种是我要自动控制的 对 那个我要最先进的 另外一种是我现在的 对于这种感触控感触的 触控感装置的 也要用台积电的晶片 是 我跟你讲 大家可能会对于250亿美金 280亿美金 觉得好多好多 但是有多多你很难想象 我跟你一个数字 怎么想象 台塑集团投资六千 有没有 总共是大概六千亿台币 六千亿他们就是花了八年 才盖完 才投资完 他现在等于一年之内 就要投注 你看250亿到280亿 等于是要一年之内 就吃出相当一个六千 这样子的成本 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六千八年投资的成本 台积电一年投资 对 你就知道说 这个一砸下去 那为什么台积电 敢这样子狠砸这么多 最主要原因是 包括他们的魏哲家 他特别提到 他们现在几乎所有的业务领域 全部都是呈现一个 急速成长状况 包括5G 包括互联网 其中特别强调车用晶片 那你会想说那车用晶片 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呢 我跟你讲 简单讲 现在如果是中低阶 一般的车子的话 他需要的围处理器 大概就是20个到50个 每一个围处理器 大概有四到五个晶片 简单讲 算他一个一般中低阶的 大概就要200个晶片 这是一般的而已 但是当你变成 自动化程度越高 当你变成越高级的情况之下 尤其是未来电动车 变成是100%自动驾驶的情况之下 他那个整个围处理器 是上开了200个 那200个围处理器 就代表要有1000个晶片 而这1000个晶片 不是以前28奈米那种 可以解决的 是至少都是7奈米以下的 这种高阶制裁 他要及时反应 他只要有一点点的误差 一点点的反应迟钝 那可能就是一个车祸 那我们知道台积电 昨天上开了605块 主要就是intel 可能宣布在1月21号的时候 宣布要把一些订单 弄给台积电 因为未来的车架这个部分的设计 可能就需要台积电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intel 他们自己在2017年 并购了一家叫mobile ice 这家公司 他们mobile ice 这家公司 就去专门设计这种车用晶片 你看左边那个什么 左边是你在未来电脑上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车子进行 你自己就是那辆白车 所以呢 他可以感测所有 你现在路面上真实发生的状况 有没有一个大车子 黄车在旁边 有没有大车子 所以你车子要靠过来一点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是 你所有的开车 好像你在玩电 都完全一样 但是那你车子的直行 等一下我现在看到 是自动驾驶 是完全自动驾驶 我在这么繁忙的车子上 车道上自动驾驶 而且你发现他非常厉害是什么 他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大车小车有不同颜色 包括你的中间的那个分隔岛 他也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呢 如果说你要左转 对方也有来车要左转 他会显示说有辆车要 所以你必须要停下来 你要有人超车了 所以你要停下来让他超车 有没有 他现在切换到左边去 那现在绕着圆环这样走 有没有 所以他的每一个变成是 你当你要这个 这么一百趴的进入到 所谓自动驾驶情况之下 他的光达这个部分 还有他所有的感测的 这个部分 可以说是要非常迅速 非常及时 那你越迅速越及时 情况之下 等同于你这个相关的一个 晶片设立 跟那个计算处理的情况 就要更高阶 简单外说过去你的等于说 你的车用晶片八寸晶圆 二十八奈米 就足以应付了 未来如果你要自动驾驶 你的精确度要越高 一定要在五奈米以下了 而且我们知道 其实市场都是呈现一个供需的 一个状况 那过去的供给方面 过去的车用的晶片 主要就是之前提过的 荷兰的恩智浦 日本的瑞萨以及伊法 那这三家公司在过去这三年 可以说是都没有扩产计划 然后没有扩产产能的情况之下 那现在又变成一下子爆发出 这么多的电动车高阶的一个晶片 车用晶片的需求 那大家变成是你可以找上谁 你可以找三星吗 没有办法 三星光手机就照亮 所以大家变成把所有的矛头 都变成是向台积电 这边来求助 希望台积电这边可以拨一点产能 然后让他们可以用在高阶的一个车用的晶片上面 红海不是要筹组一个联盟 现在只要传出说我要加入这个联盟 我都会开始飙涨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整个台股变成是只有 只要抢到电动车的风潮 呈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涨势 那也变成未来会支撑台湾经济 以及台湾在这个未来的科技产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是哦 今天当然有一条新闻 你可以感受到说 哦 原来它不只是科技 为什么在国力上面这个晶片这么重要 因为叙利亚自己的媒体讲 是 有以色列的飞机 以色列F-35带着F-16 两度进到了叙利亚内部 而且我不是在周边哦 我深入到了内部 深入到了内部以后 我进行了好多次的攻击 没有想到叙利亚的20个防空飞弹旅 没有一个发挥作用 是 当你被发现的时候 当你要发射的时候 这些飞弹旅反而一个一个的被摧毁掉 没错 这是叙利亚 他们相关人士报导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什么呢 这几天的时候 以色列的军方 一共有18次的攻击叙利亚内陆的这个军事集中 你说2018次 对 这个戴尔卓尔这个地方 那戴尔卓尔在什么地方 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图 以色列在这个地方 那叙利亚在这个地方 那以色列的空军呢 他们从F-35领军 还有F-16出发的时候 废出这个沿着这个约旦的这个状态 黎巴嫩这样子 然后进去叙利亚 在阿尔代尔 阿尔代尔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在叙利亚的沿岸 他是在阿尔 美陆 他是在他的内陆 在内陆地方的时候 你知道叙利亚 他其实他的这个所谓飞弹系统 就是布在这个 这个国境这一带 所以他经过的时候 一定有穿穿越过非常多的 萨姆300跟萨姆400的防空系统 他都进去过了 可是进去过的时候 这问题就来了 俄罗斯号称说 萨姆300 萨姆400可以阻击这个隐形飞机 但是并没有阻击到隐形飞机 为什么还让他进去 而且让他进去之后 炸了18次之后 这一次造成什么 叙利亚已经大概有40个人死亡 是2018年以来 最惨重的一个 一个死亡的这个状况 那结果他们走了之后 你就想 这个叙利亚 这么多20个这个防空飞弹 你在这个地方之后 结果才打下一台F-16 其他所有的飞机 安然的就回到这个以色列去 可以说根本是 几乎是毫法无伤的一个状况 那大家讲 为什么两边的差距这么大 而且为什么这些年来 以色列只要是 前面有F-35领军 他长区植入到了叙利亚 叙利亚一点防卫能力都没有 你只有萨姆300 你有萨姆400 结果大家去拆解 不管萨姆300 不管萨姆400 你用的是28奈米到40奈米 但是人家美军 已经用到了14奈米 7奈米了 应该这样说 我们仔细来分析一下 就是萨姆300跟萨姆400 他们的约莫 约莫这个所谓的服役的时间 萨姆300是在1990年代 那萨姆400是代 约莫2007 08年 那时候的时代 那F-35 他服役的时间是 大概2015 16年 这个时候 那如果你用晶片 如果他上面搭载了晶片的 这个状况来说 他这个如果以这个 最新的这个制程的时候 至少就差 三五个世代以上 所以运算能力 本来就差很多 那你根本不用讲 俄罗斯也拿不到 他当时候最先进的这个制程 听说俄罗斯还是用真空管的 对 好那好 假设他用当时的这个45 或是更高的这个奈米数的话 他一个所谓的电晶 一个所谓晶片里面来说 大概只有百万颗技术的 这个电晶体 那如果你说我们用F-35 他搭载 我们用台积电那一颗 14奈米的这个FPGA晶片 来说的话 他里面的这个所谓奈米 这个所谓的电晶款数 是好几十亿颗 这两个就差很多了 一个是百万 一个是几十亿 百万跟几十亿 这个运算速度 至少是十几倍以上 那你说那这个 道理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他飞进去之后 就算是他被薩姆三百四百 发现到的时候 这个F-35也抓到你 两个同时都抓到 你的这个讯号出来 我也知道你盯上我 我知道你 你知道我的时候 这时候在比什么 比谁开枪开得快 还有比谁打得准 谁的反应快 谁反应 谁反应会比较快 保际我跟你讲 一定是F-35的反应会比较快 因为为什么 第一个雷达的技术 是随着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飞机越先进的时候 雷达的功力是越来越强 那雷达里面需要用到什么 刚才慧政有讲到的 PA功率放大器 PA功率放大器 来说的话 谁做的最好 美国做的绝对是世界上 数一数二的 所以美国可以知道 一定比你知道的更快 而且你要运算的时候 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你在这个几百公里 几十公里外的时候 我要怎么精准的打到你的时候 我要这些所谓引导系统 我发射飞弹出去的时候 引导引导什么 如果我有5G的通讯的话 是比你更准确 我可以精准的打到你 用米 用所谓公尺计的 你还未必能够打得到我 所以两个就差很多 也就是我开枪 开的速度比你快 我比你更准 这两个打一打 确实说一定又是F-35会赢 你怎么打怎么打 就是F-35比你更厉害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 节目讲不是只有这一次 以色列就是随时 反正我要修理你的时候 F-35就开出去 我想进去就进去 对 我就好像在打小 一样 反正我只要F-35开进去之后 你全部以这个蓄力 完全都是 根本不知道 为什么又被打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今天以色列 其实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示范 他就完美的示范 是今天美规 或是美制的武器 跟俄罗斯的武器差距有多少 如果说今天美国的武器 跟俄罗斯的武器 有差距这么大的话 他跟中国不就差距更大了吗 现在中国的防空系统 很多还要用俄罗斯的 他们也买薩姆300 虽然说他们有红旗的系列 可是物理他们的效能 可能还不如这个薩姆400 所以这个差异性会有多大 你就知道 那万一真的中美发生冲突的时候 F-35进去踹门的时候 你觉得中国那些 可能发现得到吗 难怪美国不放过台积电 为什么不放过台积电 因为第一个F-35里面那颗 14奈米的FPGA晶片 现在中国大号 也有14奈米的这个晶片 他们中心可以做 OK 好 就算是你可以做到14奈米 我也是14奈米 问题是 包姐 你做到14奈米的时候 我现在用的是5奈米 5奈米 现在台积电 今年可以生产是5奈米 我美军可以用到5奈米的晶片 跟你14奈米的对面 至少差了三个世代一样 我算的速度又比你更快的时间 我开枪速度比你更快 我准确速度比你更快的时候 你怎么赢得过我 所以我就说嘛 未来的这个战争里面 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这个 很多人都说 电动车就是一个 载满晶片的一个车子嘛 未来的战斗机呢 就是载满晶片的一台飞机 所以谁晶片里面载的最多 谁晶片的功率最大 谁晶片的效能最强 谁就会赢得未来的战争 好 所以董事长 今天讲 亚美尼亚那个战争就完美的呈现说 你今天有一个精准晶片的无人机 是怎么样把那个飞弹系统 眼睁着两边都看到对方 两边都在看到对方的状态下 那个飞弹系统就像一个羔羊一样 任人宰割 以色列做的无人机 亚美尼亚用的这个是S 俄罗斯的300 俄罗斯的S300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 他侦查到你这个无人机 然后这个无人机上的飞弹 自动启动 就跟着你的侦查信号先攻击下去 他是跟着你的方向走下去 是喔 所以那时候他 所以当时俄罗斯的这个军方 对这个事情非常介意 他们认为 认为是人为问题 是认为说你S300的操作人员 操作不当 但是OK 那现在很简单嘛 我凭什么能够根据你侦查 我的这个电波的没打信号 我就跟着你的路线回去打你 你了解吗 我本来不知道你在哪里 是 因为我被你真 不是 他可能我这个无人机 就知道你这个飞弹在哪里 可是我不想理你吧 我就飞过就算了 可是当我侦测到说 原来你已经锁定我了 当你锁定我了 我还有时间 反锁定 然后再把你打掉 你还来不及打我 你就垮掉了 是的 就是这个故事 所以他认为是 亚美尼亚的操作不当造成这个问题 但是这是实际上什么情况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们非常骄傲的S300的航空 航空飞弹确实是被干掉 对 这是第一个事情 那这第二个事情现在很简单 叙利亚去 以色列飞过去打到叙利亚的这个边 那么长城的攻击 是 他攻击到一个 发动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战争 而且在这个时间是非常敏感的时间 因为中东现在是很敏感的 要注意 而且他是表明着对付伊朗的 对 伊朗的军火库 他为什么说 他是死40个人 他为什么说2018以来最惨痛的损失 什么东西损失的 当然不是40个人 因为军火库 他大量军火库把你轰炸掉 这一定是一个秘密任务 我们不知道他炸什么东西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办法把你干掉 因为空袭 空袭不是去炸人 他是去炸战略资产 军事资产是他主要目的 他干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干嘛 当然是挑衅 如果伊朗回应他会怎么样 伊朗回应他就变大战开始 对 因为目前美军现在还是尼米之号 还在中东 对 他沉冰海沉冰在波斯湾 所以说以色列这个动作是逼着伊朗动手 所以你看这个 故意挑衅伊朗 对 这个动作不是很单纯的一个 光是单纯的夜间攻击的一个轰炸动作 其实他后面涵盖了 有可能要激怒伊朗的充足的可能性 那伊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伊朗可能性是存在的 伊朗现在内部的气氛也是不好的 然后也发现 又最近有个新的情况发现 拜登政府不是非常的强硬 所以美国政府当你不强硬的时候 讲难听一点 猫不见了 老鼠 通通出来搞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今天看新闻 除了看到科技的胜利以外 还有看到中东地区 这个时间点 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人力 约束以色列停止发动这个攻击 是 而这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火库 他把它炸掉了 对 那这个攻击摆明了就是 比上一次 沙士那个核武专家 要更清楚就是老子以色列干你怎么样 以色列干的 那这个东西就等他回营 如果今天如果伊朗不回击的话 是什么情况 那一张政权会面临挑战 所以我认为这个重要重要的新闻 在未来的这几天 所以你说以色列现在 已经完全不甩美国 我就直接发动攻击了吗 这太可怕了吧 他可能是跟美军讲好的 我认为是讲好的 因为今天那个拉坦亚胡 做了一个动作 他把他的这个推特的这个 贴了 把他贴一张照片 推了他跟这个川普的照片 他把他拿下来了 打怪他个人 知道吧 但美军还在旁边 所以这个对中东 这是对一个对中东 有意义的攻击 这不是没有意义的攻击 为什么以色列或是叙利亚的报纸 讲说造成重大的损失 到底什么损失 我们不知道 所以会不会反击 也不知道 还要再看过两天的反应 好 瑞德 今天台湾海巡述也有一个 非常强硬的动作 我们今天干嘛 我们要拍卖一些抽砂船 什么抽砂船 中国的抽砂船 可是以前 我们不是中国的抽砂船 那我们就还人家 可是没有 你说 现在只要中国的抽砂船 不管你在马祖 不管你在金门 不管你在澎湖旁边 你侵犯我的海域 我把你抓起来了以后 我不是把你给炸掉 我就是把你给卖掉 没有错 那么今天这个等于说 成功的把这个抽砂船 跟运砂船 用七千三百三十九万呢 把它拍卖掉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呢 瑞德我还不懂 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巡 购物的网站 各位没有错 因为这个是第一起 我们台湾一个 用专属的经济海域法 那么起诉的案件 那么今天不是这个七千三百三十九万而已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在象征着你敢抽砂 我就拍卖 拍卖不成我就炸掉 很简单 现在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宝杰你知道吗 过去单单去年 去年我们海巡署 在马祖金门跟澎湖 所驱离的中国的抽砂船 高达近七千多艘 七千多艘次 单单我们的海巡署 因为这样子所付出的 这些海巡警艇的油料的费用 超过新台币六亿啊 你知道吗 可是问题是 那么过去一直是 把你给驱离掉 离开这样就算了 从现在开始 严格执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真正把它查扣的 那个那个烧处很少 现在呢 如果你再来的话呢 我就对你完全不客气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驱离底的时候呢 那么修改的法律 过去这些 比较恶劣的 二职的 亲门踏户的 进来的 你知道抓 就算把它扣船了 船长 船员抓进来 你知道到判多少吗 判多少 四个月跟六个月 一颗滑金啊 那他们怎么会 把你当一回事 当然不怕啊 那一颗滑金 钱搅一搅 几十万 老子赚得起 为什么 他一天单单从台湾海峡 所抽的 几十万吨的台湾海峡 下面的海沙 他就可以赚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啊 而且有一次还不知道 把我们的海底电缆 都挖坏掉了 没有错 甚至有一度不是说 没有办法通啊 后来搞了半天是因为 他把我们的海底电缆 给挖断了嘛 然后呢 不是海底电缆 挖断而已 各位 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吃 土豆蜜蜜嘛 对不对 以后再让他们 自己挖下去 我们就没得吃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伸展的 软啊 土豆蜜蜜 白带雨这些 都在我们台湾海峡的 这个所谓 台湾浅滩这个地方 残卵在这个地方 他们这样一挖一挖 一直一挖 不断地挖 这个台湾海滩大概 我们台湾的三分之一 最浅大概只有八点五公尺 他们来了以后 是几万顿的这个主船母船 然后呢 运沙船大概是几千公吨的 然后一直抽 一直抽 不断地每天抽 那么刚刚从这个有民众啊 那么从飞机上 他要回马祖 他从马祖上面 往下拍照片 以后 驾死人啊 那是什么 我跟你讲不用等到中共的 船来打台湾了 单单看这些抽沙船 你看看这些抽沙船 下密哥的亲蒙打猴 就是这个抽沙船 一艘一艘又一艘密密麻麻 你知道最多的时候 曾经到多少艘吗 也不多了 一千多艘啦 一千多艘 他这样抽会怎么样 否刺的是 中共下令不准抽海沙 所以他来抽我们的海沙 然后抽了以后 干什么 运回去 给他们自己各项建设 来盖相关的这个建设 包括房子 包括高铁 包括体房 所有东西全部盖啊 那过去就把你驱离 马祖跟金门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十二海里面 都不能入侵 那是我们的领海啊 马祖跟金门 因为离中国 那个领土的太近 所以我们是用六公里的 禁制海域啊 可问题是他就来这一套 他就进来抽 然后我们的海巡署 警警来了以后 他就赶快推推推 躲 躲到靠近他们那个地方 等到中共来要抓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推到我们这边来 而且瑞德 我看这个数字是 他有利可图欸 我们的拍卖价格三千两百万 结果我可以拍到五千一百万 另外一套是一千三百两 一千三百万 这个我可以拍到两千两百万 都是高于底价 还是有利可图欸 没有错 那么拍到七千多万 对不对喔 然后过去 事实上这是六拍才拍出去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坚持一件事 不准你中置来拍 为什么 我扣你中国的相关的这些非法的这个 那个抽沙船跟这个运沙船 然后你老板再把它买回去啊 买回去再来抽啊 事实上没有那样的道理啊 所以我们禁止中资你来买 为什么 你觉得你不能把我买回去 然后你继续来强害我的这个相关的海底嘛 还抽取我们的海沙嘛 所以现在只要你来 而且去年底我们修法了 去年底修法了以后呢 请听清楚 过去不是都判四个月六个月 可以一颗滑金吗 对 我们去年底修改法律了以后呢 台湾的法律改成 你只要被我逮到了以后 船长还是船员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然后本来啊 本来当时行政院修法说 可以得病科到这个八千万以下滑金 把直接改成一亿 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 人家家的鸭鸭鸭鸭鸭不拔鸭 就是这个样子 你敢来了以后呢 你敢给我抽海沙 我能把你抓去关 你保证关一定关 因为不能一颗滑金 然后呢 你的船把你没收了以后 没有像以前一样的什么 花个几十万 花个多少钱 就把你船放回去 我默默说直接把你法拍掉 拍卖不掉怎么办 法员依据授权给我们的海巡单位 跟我们各地检署 不好意思啊 以后呢 不用再用老旧军舰去当靶船了 这些拍卖不掉的中国海沙船 全部当作靶船 全部用飞弹把它给炸掉 我们这一句讲到的 中国在元旦之后 他都会有一个国家一号令 这一次的国家一号令 特别提到 种子的问题 种租的问题 说中国的种子 种租都卡在外国人的手上 就我们去调查 才发现 导播我们看啊 进口种租的数额 一年比一年高 而且在可怕到什么程度 中国本土的种种 中国本土的猪种 已经没了 猪八戒没了 对 我们过去知道的 这个猪八戒 未来已经不是猪八戒 因为是羊 变成羊鬼子来着了 为什么呢 中国的猪八戒没了 对 因为过去中国的种租 大概有百分之 有八十八种 有八十八种这种地方的租 这个地方租 现在已经有百分之八十的 已经几乎是 甚至已经有三十多种 已经频离灭绝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的话 再过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的种租 可能会完全不见 这么严重 那你看 事实上 因为为什么 因为种租 因为中国种租 打不赢外国种租 你看他们从外国种租 进口的数量 是不断的这个增加 而且那为什么卡脖子严重 不只是进口的数量增加 进口的价格也在增加 因为你中国 大家都知道 你要我们国外种租 我就高价卖给你 但是你又不得不要用 国外的种租 所以变成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变成是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中国的租 中国的租 长得比较慢 你看 事实上 你说这个是中国的猪八戒 中国的这个 天蓬大元帅 陈华猪 是这个样子 对 那这是外国租 那两个比起来的话 第一个 中国租比较油腻 肥肉比较多 肥肉比较多 比较大口一点 所以现在的猪八戒 羊鬼子的猪八戒 比较瘦一点点 因为他瘦肉率是比较高 外国租瘦肉率比较高 你看 中国租的话是35 美租的话是65 两个差很多 大家都现在很喜欢吃 瘦肉比较长得快 因为他这个外国租 六个月就可以出来 那中国的租 一般要一年的时间 差一倍 差很多的这个时间 另外一个吃 就是所谓的换肉率 你看外国租是 两到三公斤的飼料 可以换肉一公斤 但是本土租要四到六公斤 才能换一公斤 所以他整个换肉率 或是生长的速度 或是瘦肉 都比较少 所以导致说 本土租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被这个所谓的 外国的种族 不断的侵袭 大家都不想养 以光那种简单 所以那个价格 会差到八倍以上 对 事实上 中国大会也说 我们跟着去养 我们本土租好了 为什么要这个案子 可是根本农民不要 没有养猪 互惠这样做 因为养下去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说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真的养本土租的话 未来的租的价格 会更高 我们一定要 你看我们一定 非得要养外国猪 没有外国猪的话 中国的猪肉 可能会高到你 无法想象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跟他讲的 你现在大量的进口 外国的种族 所以你看 最近被人家掐到脖子了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很多中国种族不见了嘛 你看 这是目前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 八十八种的地方的种族 这个现况 你看 有地方种有非常多种 什么淮海 黄淮海黑猪啦 八霉猪啦 大化猪 一大堆这样的猪 你看现存的数量都不到 都是几千头 几千头的数量 只剩下几百头了 你看 这个所谓淋高猪 还只剩下四头 你看 所以他们就是 已经几乎是拼零灭绝 灭绝拼尾了一大堆 这个树枝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猪肉 他们都很担心 很多过去吃到的猪肉 是完全会不见 譬如说这个陈华猪 这个陈华猪是什么 事实上我们过去不是讲 四川的这个什么回锅肉 回锅肉 就是要用陈华猪煮的 所以过去的陈华猪 就是你一定要用陈华猪 才能煮得出 回锅肉的这个味道 所以他的肥瘦比刚刚好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这个 已经快要没有这个了 另外一个 我看到广东人 不是很喜欢吃烤乳猪吗 他说烤乳猪最好的 这个是什么 大花白猪 那这是清朝他们地方 拿给皇帝吃的 就是这个猪肉 这是贡品 对 听说用这个烤乳 用这个猪烤出来最好吃 可能问题是现在快要没了 快要没了 而且他们现在 因为猪的数量非常少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列入保育动物 你敢在中国吃一口的话 你要坐牢 那你说这个大花白猪 是保育动物 对 已经快要 全中国只差一百多头 快要瀕临绝肿了 那除了还有这个精华猪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吃精华猪 但是精华火腿 听说用这个精华猪 弄出来是最讚的 可是问题是 现在他也不到一千头 所以我们都已经 过去传说中的回锅肉 什么好吃的这个乳猪 传说中的这个精华火腿 已经完全都跟现在的味道 跟过去的味道是完全已经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刚刚讲到的 现在中国也在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他们讲 我们讲不是芯片 晶圆片 已经被美国卡住了 现在这个种猪就是他的芯片 而这个就变成了他的种源死穴 对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想办法怎么样 他们现在把中国的本身的猪留下来 你看他们透过租了之后 把它分离过他的细胞 细胞就分离出来之后 然后再把细胞 然后再融合其他细胞 希望从中国的猪的身上能够慢慢慢慢慢慢 能够蓄积他们未来能够换肉率更高 然后养得更快的一种猪 但问题是目前都还在试验之中 他们现在展开所谓的基因工程 做了非常多你看他们各地方都在投资所谓的基因工程 希望能够能够调出我们中国大陆属于中国的这个种猪 但是无奈是什么保洁 他们自己的快速的预估说 我们要中国的种猪 这个所谓的猪种子不会被卡脖子 至少要五年快则五年慢则十年的这个时间 所以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的时间 他们还是只能够靠这些所谓的国外的种猪 但是保洁 那些中国大陆的种猪可能等不到五到十年 未来一段时间八十八种里面 搞不好有大多数都会拼临到灭亡的这个状况 而且你今天讲 现在在中国养猪是一门好生意 现在在这些养猪的里面 他们受的待遇比人还好 对 实际上中国养猪的技术来说 的确是还不错 因为什么 因为导入最先进的技术 比如说京东 京东他们开发一个猪的这个辨识 猪脸辨识器 也就是说你是哪一只猪 我们过去我们可能都辨识不出来 但是他可以辨识得出来 那辨识得出来到底有什么用呢 第二 他里面有帮你打上这个额标之后 我知道你是哪一头猪 那你这个额标之后你的 包括说你的这个所谓温度 或是你吃饲料的状况 我都可以完全的监控你 所以我可以知道 你个别猪的这个生长状况 你是不是感冒 你知道打这个疫苗 或是怎样一个状况 完全都可以知道非常清楚 那你看他们甚至还用 什么AI辨识的这个状况 用AI养猪 所以可以让他 他们现在中国大陆 在养猪的过程里面来说 他们用这种国外的猪来养 他们的换肉率其实 养出来的猪其实还不错 但是无奈是什么 你还是买别人的种猪 你不是你自己的种猪 种猪还有这个所谓猪博 猪芯片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好 当然现在台湾也为猪肉所苦 为什么 为萊猪所苦 萊猪所苦是 你为什么讲 这是农委会自作自授 今天连高嘉瑜 高嘉瑜其实已经很黑了 高嘉瑜这么黑的民进党立法委员 他又跟陈吉仲杠上了 那跟陈吉仲怎么杠上呢 他怎么讲 他说台湾猪標章的公信力再受到质疑 而且他讲 他说今天农委会所有的作为 都让业者感觉被政府摆了一道 他这个用语很凶 那他讲这个猪標章 他说这个猪標章 应该弄到谁头上 应该弄到陈吉仲头上 所以说如果陈吉仲弄了一个台湾猪的標章 那才是名符其实 今天高嘉瑜讲的话 讲得非常重 昨天苏贞昌院长才说过 台湾 申请台湾猪標章 是一个审查过的荣耀 那才隔了一天而已 就被高嘉瑜无情的打脸 高嘉瑜说这个台湾猪標章 应该要贴在陈吉仲的脸上 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台湾猪標章 应该是要帮 就代表陈吉仲也是台湾猪 对 陈吉仲是台湾猪 我们不知道 那台湾猪標章推出来 应该是要来协助业者 让业者肯定这个东西 增加他的公信力 可是你看台湾猪標章 到现在执行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已经弄得人秧马翻 你看前友胡须章 已经不行了 那这些知名厂商 真的一个一个被集成 一个一个倒下去 你看胡须章 胡须章不行了 八方营局申请的不贴 对不对 那你看现在又讲出了 知名品牌肉多多 然后高价宇一讲之后 陈吉仲竟然还敢 业宇高价宇说 原来肉多多之前 已经申请撤销了 所以你这台湾猪標章 申请过来是要让 国内的品牌做加分的 结果这些知名的大品牌 一一的弃手了 那不想用 为什么 因为之前 之前这些业者 在申请台湾猪標章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一开始 续场会给他们版本是 是为国内饰养之租 那这业者说不可能啊 我一个餐厅一个品牌在卖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保证说 我的猪肉一定用全台湾的嘛 对 那我有些 有些特别部位肉 可能要到进口的嘛 所以这时候就因业者要求 改为多为国内饰养之租 所以这个业者在签 业者在签切结书的时候 也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只要大部分都用台湾猪 就可以用这个台湾猪標章 我也是这个过程才知道说 原来我在外面吃的猪肉 很多是外国进口的 对 结果才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农合会马上就翻过来 农合会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全部都用台湾猪 可是你看国内进口的 也有将近一层的猪肉 我不可能说这些业者 他用的都百分之百是台湾猪 他可能有时候混到嘛 那你既然你想推动 这个台湾猪的标章 那有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要接受 可是不是啊 可是农合会就反复啊 之前接受了 才不到一个礼拜就翻臉 而且更狠的是 加勒服不能接受 好 那我申请撤销 我一月五号就发公文跟你说 那我不要台湾猪 我要撤销 结果你一月九号 就出来开记者会说 不是你主动撤销 是我们把你撤销的 你还给人家难看 你还给人家难看 加勒服这么大的厂商 还补一刀 对 那补了一刀 那你看今天高价 又拿肉多多的例子出来 那今天是肉多多 那下一次会不会是鼎泰峰 会不会是摩斯汉堡 其他大品牌 未来怎么面对台湾猪 那为什么今天讲说 所有东西都是 但是这个乱象都是农委会搞出来的 有一个神秘的line群组 丢出了这样的讯息 对 而且这个又牵扯到 农委会里面的内斗 你可以看到这个line群组里面 有这个讯息丢出来 这个讯息是证明什么 证明说今天改为 就是说不用百分之百台湾猪 是农委会同意的 中央续产会 这个把汇集的场上意见 传回去给农委会之后 农委会训幕处的处长 同意说 那你可以百分之百不用台湾猪 而且这个很阴谋啊 为什么 因为这里面说 我的兴许里面 只有一个人有人名 是谁 中央续产会的副执行长 王旭初有人名 全部的人名只有他 其他的全部都遮掉了 刚好就只是他的名字 而且之前 中央续产会的执行长 王忠素 才因为陈吉仲被调回去了 现在副执行长又调走了 对 那这个中央续产会 今年可是不一样 今年中央续产会 可是有七十几亿的预算 要负责 一个续产会 有七十几亿的预算 对 平常中央续产会 是没有什么人在真的位置 但是未来 中央续产要负责 台湾租资的产业升级 屠宰场升级 这些计划 这些计划工程款 有七十几亿的部分 所以可能就因为这样 让这个中央续产会 这些执行长的位置 让人家想要 不是 你是说 今天这批人 已经因为萊豬搞得鸡飞狗跳 搞得整个全国人养马帆 就现在他们还有这么多的钱 在他们的手上 就引发了更多的苍蝇要进来吗 所以你看 他们今天就 这些事情 就是要把王旭出给搞掉 他今天这些事情处理不好 台湾租标章弄了乱七八糟 已经无法收拾 那他们现在想 还是在内斗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今天搞了这件事之后 那点名到这件事之后 王旭出 王旭出你要为 这个台湾租标章 没有百分之百用台湾租 这件事情负责 可是不是农委会同意了吗 对啊 农委会同意就是陈吉仲同意的 对啊 所以陈吉仲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 陈吉仲都知道 但是现在台湾租标章 要为这个反复的问题负责嘛 那反复的问题负责之后 今天又刚好有这个密报 但是这个密报上 唯一的人名就是谁 就是王旭出 所以董事长 萊豬这个问题 真的我本来以为说 炒两天就算了越搞越大 这个政策 所以萊豬一开始 就是台湾非之不可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国 我们要依赖美国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第一个大原则 那为什么搞得那么乱 主要就是朝野互相攻起嘛 就是你行政院主旗逝者 你本身一开始就知道说 有两个环节 就是一个政党政治 我要取得这个所谓的 所以朝野一致共识 来面对对外 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延伸 这个概念 大家一起团结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被害者 第三个就是消费者 分三个层次分层去解决 去处理 有些要补偿的 有些要去文宣的 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干什么 干嘛 这个什么中央续产会 这个主任委员会长是谁啊 是前面那个林宗贤 林宗贤 他搞了70亿开心事了 这是没台没仅 他已经在出清水衙门 出中央会主委不是出事情 被赶下来吗 这又是新潮流 这新潮流也好坑 所以改了清水衙门 又给他70亿 那我也要干这个70亿 来出管理屁事 那苏贞昌去扛嘛 反正是把他死亡交叉 苏贞昌倒霉 我再下面吃70亿嘛 所以你要知道 这里面就是一些 不负责任的政客 只懂得奔赃奪利 然后完全不 完全不顾大局 变成今天这个结果 杨靖朗的一番谈话 引起了全台湾 一切的一个大反弹 可是你要注意喔 其实现在面对的新冠肺炎 不是台湾的医护人员 是全世界 我们看这个新闻 这是美国一个护理师 他叫凯瑟琳 他进到了这个医院的时候 他长得这个样子 半年就是因为新冠肺炎 半年 他变成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 他过了什么样的日子 也就是今天 为了要打这场战争 全世界医护人员 都在第一线 都是战士 结果 没想到杨志良 拿多去戳人家 因为杨志良是一个学者 他不是一个实务者 你要知道 我简单讲一句话 你现在看到那张 凯瑟琳的照片 我们回忆一下去年的美国 纽约 记不记得 纽约 医学院的学生没有毕业 马上就上战场了 你在回忆当时的纽约 就在二月三月的时候 是不是 医学院的学生 没有毕业就直接上战场 就进医院 为什么 快速大骗 大量的医护人员受感染 所以你看到后面凯瑟琳 你看他那个时候是 多么年轻啊 皮肤多么的光滑 经过半年而已 你看到他鼻梁两边 那全部都是什么 就是口罩眼罩的压痕啊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休息啊 你注意到 我觉得他是他的头发 被人披头散发 你看他那个头发 对啊 你就看到前面额头变得很高 变得很禿头的样子啊 好 他这还是幸运的 为什么 因为他能够有 这两张照片的时候 表示什么 他没有被感染的 我们再看看你后面旁边 这张白的手 这手啊 哇 我这手怎么了 这张手是我们的医护 他是因为戴手套洗手 用酒精消毒到最后 在台东 最后他的手会变成这样灰白色 然后在左 在你的左边 舒一峰医师 他是 我们台北是胸腔 胸腔腔腔腔腔腔腔科的 对 你看他的手上面 那个不是红润 他上面是伤口 其实我们自己 如果你回忆一下你去年的时候 你应该也有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在抢酒精 对 抢干洗手 你的干洗手用了十天 用了二十天 用了一个月以后 你绝对有裂痕 因为他会 他会轻死你的皮肤 可是我要讲说 你的皮肤那时候 你回忆一下 你的皮肤那时候的受伤 其实都是小事 到今年此时此刻为止 英国你知道多产 英国的伦敦市市长说 再不想办法 医疗要崩溃了 我们今天下午看到什么 英国的医生也是一样 刚毕业就要上第一线 然后他们是什么 保护自己的 穿着一个像自助餐阿姨那样子 没有头套 只有口罩 就要上战场 他们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打仗 而他们是感染率最高的一群人 基本上对不对 看关键宝捷 前一段时间 亚马逊的CEO贝佐斯 才在抱怨说 伊鲁马斯克 你怎么敢把天上卫星轨道 把天上的空间 你都占掉了 你怎么可能一个人独吞 就没有想到 他不是嘴巴抱怨而已 他今天居然宣布 他要辞掉CEO的位置 也就是现在全世界最有发展 最有赚钱潜力的 亚马逊 我先放在一边 我要去拼什么 我要去拼太空 也就是我不是嘴巴跟你 伊鲁马斯克来抱怨说 你把天上的轨道给占了 你把天上的空间给占了 我现在真的要把这个位 把我的十位给辞掉 我要专心的跟你争夺未来 那争夺未来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看到了 从三百四到一千一百五十公里 这间 这是这两家公司 要争夺的目标 谁抢到了这个轨道 谁就是未来的霸主 谁抢到这样的一个轨道跟微星 未来的无人机 未来的自驾 全部都操控在他的手上 所以 这不是一个首富的战争 这更是一个未来战争 好我们今天起来 我来一遍队的代表 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文章师傅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次台湾过去马学院 的副营长林廷辉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视频人李正浩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争被敌人杨慧珍 大家好 好 正好 前两天我们才讲 伊鲁马斯克跟贝佐斯 为了天上的轨道 我已经两个吵起来了 首富的争吵 就现在 已经不是首富的争吵了 现在真的已经变成了首富的争霸了 因为 现在看到贝佐斯玩真的 贝佐斯现在连 雅马逊的CEO我都可以辞掉了 我要专心地弄我的太空事业 震动太空事业干嘛 我的对象很清楚的 就是伊鲁马斯克 两个人要争未来的太空霸主 没有错 是什么样庞大的利益 可以让贝佐斯放弃亚马逊 一年营收2500亿美金的庞大帝国 是什么样的利益 让两位地球上的首富 两个人身价都是六兆台币的身价 六兆台币等于是台湾年税收的三倍之多 六兆台币的身价 然后开始像小朋友一样开始吵架 开始指着伊鲁马斯克 你把所有天上卫星都占住了 你妨碍我们这种新型气候的发展 而伊鲁马斯克说你这种 卫成气候的气液 才是导致所谓整个气候 整个气候 往后拖的真正 他说贝佐斯是卫成气候 卫成气候 他说你这种误导性的干扰 你这种卫星计划 只是在酝酿中的计划 如果我们人类步伐 因为你停下来 才是让人类步伐往后停 大家都在问 到底太空中的利益有多大 摩根斯特里已经把我们估计出来 他说Starlink 你只要剑完 光是把卫星打出来 剑完后就值一千亿美金左右 然后呢 你火箭嘛 火箭事业群一百一十七亿美金 然后呢 你太空旅行现在不是一大堆有钱人吗 去买票上太空吗 八十七亿美金 而且这是不断循环 不断循环 重点来 摩根斯特里下面下个注解 什么注解 说这些利益 叫做赢者全拿的世界 所以在这两位 不知道贝佐 四根手机 有马斯克的状况下 很清楚吧 我今天亚马逊每年赚两千八百零五一 可是问题是 这是固定的 这是会萎缩的 我不可能永远都靠这个压 阿马仲啊 那个网拍啊 电商在赚钱 可是下一个世代 在哪 在太空啊 下一个世代 真正利益之所在在哪里 在太空啊 下一个世代 无穷无尽的矿产在哪里 在太空 这两个首富 谁拿到 谁赢者全拿吧 这是摩根斯特里 跟我们讲最血腥的部分 所以今天 贝佐斯就有那种 背水一战的味道 我现在把阿马仲的这个职位 给辞掉了 我要全力跟你拼搏太空 因为未来只有一个霸主 没有错 而且重点来了 为什么贝佐斯要背水一战 因为今天所谓 他看到所有SPEX 所有技术 几乎都符合人类一个规律 就是他开始抠荡到成本的 百分之一的时候 就是获率的开始了 当你成本还是很贵很贵的时候 抱歉那就是实验室的产物 可是当你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他发射火箭 对不对 你知道吗 过去NASA发射一次太空火箭 大概多少钱 4.5亿美金 发射一枚 结果SPEX 现在降到多少 一百万美金左右 你说从4.5亿 变成一百万 成本降到千分之二左右 成本降到千分之二左右 我们看到嘛 发射失败 又马斯克说什么 失败就失败啊 失败也是成功的一部分 对他来说一百万美金 烧掉就烧掉 可是问题是 我成本从4.5亿美金 降到一百万美金的时候 变成千分之二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画面 最近伊隆马斯克SPEX 他又发射火箭 又在空中爆炸 可是他当没事人一样 过去如果是NASA 你如果发射火箭升空 在空中爆炸的话 那完蛋了 我要花很多时间做检查报告 我要花很多时间来找原因 我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跟国会来做说明 但伊隆马斯克什么都不要 爆炸是吗 很好 这是一个成功的失败 就没了 我继续进行下一段的研发 一百万美金 我再做一个就好了 这就是工业化 人类工业化最根本的部分 就是当一个产品 你只能手工制造成本 奇高无比的时候 他就注定是少数人欣赏的产物 他就注定是实验室炫耀的产物 可当你降低到所有人 都可以接受成本的时候 他就注定是赚钱的产物 资本世界产物嘛 好了当你火箭降到一百美金 一百万美金发射一次的成本 什么下降了 发射卫星的成本下降了 伊隆马斯克发射卫星 最新一次上去打一百四十三枚火箭 一百四十三枚卫星 你知道每个卫星收多少钱 收一百万美金 换句话说 他只有一颗美金 一颗卫星是成本 另外一百四十二枚近赚 过去伊隆马斯克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SPEX发射的第一个卫星 你知道花了多少钱 八千三百万美金 所以说很清楚吧 过去试射一个太空数料四点五亿美金 发射一个卫星成本是八千三百万美金 现在降到我试射火箭一百万美金 你如果想要打我的变成 想要放卫星在我的火星上面 也是一百万美金 也是一百万美金 我一次试射一百四十三枚 我一枚当成本 另外一百四十二枚 那叫近赚 所以如果你是贝佐斯 而且更可怕的是 现在刚刚讲到的 我现在已经慢慢在部署 从这个三百四十公里到五百五十公里到一千一百五十公里 它各有不同的功能 现在谁抢占这些太空高地 谁就是未来霸主 对 重点是伊勇马斯克 他现在已经公布他的系列计划 三百四十公里的轨道 他要多丢多少 七千五百颗的卫星 五百五十公里高 他要丢一千六百颗 一千一百五十公里高 两千八百二十四颗 他每个都不放过 他加起来将近一万颗的卫星 在三百四十公里 五百五十公里 一千一百五十公里的时候 全部密密麻麻 都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系列 我请问贝佐斯 如果漫一年漫两年发射的时候 我还有地方摆我的位置 没了 这个就是摩根斯德里讲的 赢者全拿的概念 因为天空中的轨道是稀有财 天空中的轨道是有限资源 天空中的轨道是先抢先移 赢者全拿的资源 所以现在中国也在联合国说 起先进国家不要搞太空霸业 贝佐斯的讲话 基本上跟中国一模一样 他说SPEX更改请求阻碍各家卫星系统的公平竞争 会扼杀上在摇篮中的对手 谁上在摇篮中 所以今天贝佐斯真的是拼命的 他把这个Amazon辞掉之后 他很清楚 两千八百零五亿 每年Amazon的营收 我不要了 我今天要拼的就是下个世代财富 太空中的财富 所以贝佐斯现在也成立 他属于他的太空公司 叫做蓝色起源 他为什么叫蓝色起源 很简单 他认为蓝色是生命的起源 跟地球一样 蓝色起源其实也不是只花钱而已 他现在已经做十四次 连续十次 你现在看到这蓝色起源 所以他的火箭也成功了 其实他的火箭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他的火箭跟伊勇马斯克 有点不一样 因为贝佐斯一开始就认为 我就是要做载人的星际旅行 他认为这个火箭 只在卫星不载人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他连续十四次 试射成功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今年年终 第十五次的时候 就要载人上去了 而且他不但要载人上去 载人上去 就代表我的安全无虞 所以说你看贝佐斯现在这火箭 他也展现非常非常充分的企图 他就是要告诉伊勇马斯克 未来泰国世界 不是只有你站 你打你的心念 可是如果要载人旅行 如果是要能 往返整个宇宙 甚至是月亮 甚至火星 抱歉 我伊勇马斯克 要把这个份额讲出来 而且未来这个可怕 还不在于说 他未来是商业的霸主 还是一个军事上的霸主 因为 美国国防部已经给SPECX 40亿的合约 大家就要问了 你今天要真是 光我美国国防部 什么事情 很简单吧 因为现在对于洲际导弹 或是对于极音速飞弹 唯一的解放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星链的计划 因为现在所有 洲际导弹或极音速飞弹 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它从地表打出去的时候 一定会穿透外太空 穿透外太空的时候 那一瞬间 就是去抓到它的最好时机 也是去运穿它 轨迹最好时机 所以你看这个星链 所有低轨卫星 每一个低轨卫星 就像我们打篮球的 区域联防一样 一万颗低轨卫星 就每个人负责 一万个小方块 每个小方块 就是我监视的地方 我只要打上去 每一个卫星中间 为什么它加了 叫STAR 而且叫LINK 因为每个卫星中间 都有连接 所以卫星跟卫星的资讯 互相串联 所以我飞带一发射出去 我就被侦查了 就被侦查 而且卫星跟卫星之间 互相串联 而卫星跟地表资讯库 也互相串联 所以说对于美国来说 我现在要去防俄罗斯的 极英素飞弹 我要去防中国的 东风系列的中级导弹 最好的方式 就是打这个星链计划 所以反之亦然 如果中国先做了 这个星链计划 美国所有中级导弹 或极英素导弹 也会被挡下来 所以谁先抢占了这个星链 谁先抢占了低轨卫星 对于哪一个国家 就是有最强的盾 你刚才提到的是 今天贝佐斯辞掉了 Amazon的CEO 他不只是首富争霸站 那也是美国 他要勇士争霸的一个 关键棋局 如果我们做个比方 之前的这个华为的技术 5G赢过美国的时候 这个我们可以比喻说 美国在这个产业上面 受到珍珠港事件的偷袭 对美国来讲是这样的意味 没想到 中国竟然赢过我们了 对于是美国能够做 就是制裁华为 但是经过这一两年的这个重整之后 美国现在要展开一个绝地大反攻 现在是拜登为主导之后 你看两个首富在帮美国 在建设所谓的太空的这个星链计划 包括说美国现在有一个说 他们要拍死用所谓的5G 他们要释出所谓更多的 这个军方的这个频谱 甚至他要从五眼联盟 共同来发展美国规格的这个 MMW的这个5G 还有连同台湾 还有连同台湾 台积电要展开什么 对中国的一个大逆袭 因为中国过去在华为 还有在5G上面来说 处于一个领先地位 美国现在你组合了那么多 组合权之后 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 美国的5G来临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之前传出来说他把五眼联盟结合日本 再结合台湾的台积电 我要把重建5G的规格 5G的技术 我要对付中国 就没有想到真正关键的是天上的卫星 伊隆巴斯克跟贝佐斯跳进来了 更可怕的是 大家没注意到的 真正关键的是 美国将他最重要的军用频道给释放出来 美国不只是说 我自己组了一个联盟准备要对抗你之外 美国同时也砍出了一把刀 那他最近在制裁什么 中国的航天事业 他现在你注意到前一波 他们都制裁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5G的这个通讯 他现在开始瞄准航天事业 为什么他就怕你在中国航天事业追过我 所以他处分之前制裁谁 中国航天科技 然后还处分谁 小米公司 小米公司最后后面 背后有一个叫银河这个天空 他就是中国现在在发展新链计划的最重要的公司 都是航派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 所有的组合权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要奏向你 确保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美国的5G加上这个所谓的低轨道 卫星是未来的6G 5G加6G的发展 这个美国告诉你在未来十年之内 我不可能让中国你领先 我要永保至少这十年的科技 我要技术领先 那5G跟6G会牵扯到什么 我如果有6G我有个卫星 那又是不了不起 牵扯到第一个就是自驾车的这个系统 我可以更加精确 再来说什么 万物联网之后 我军事实力会更加强大 无人化的这个战斗能力 或是这种所谓高空的这个武器 会更加厉害 所以说我的无人机 我的自驾车就没有任何死角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民用 我们所有的上网速度可以加快 所以这是个庞大的商机 美国不想要失去这个市场 而且我们光看电动车自驾车 就有六兆美金 你更不用讲5G加6G 这是五六十兆美金的商机 美国绝对要主导未来十年的发展 他不可能让中国把这块大饼完全端走 所以他更牵扯到了中美 现在对抗的关键时刻 当然为什么我们说是中美关键时刻 第二我们讲 事实上中美的5G上面来说 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过去一段时间的时候 华为这个认真会曾经说 其实美国的5G并没有落后中国 他只是因为他选的技术不对 他说假以实实话 美国一定能够追上来 结果果然没错 美国经过两年的重整 为什么川普当初要阻止华为 因为他要让华为的发展速度 停下来 让我们的发展速度可以追上来 现在终于到这个时间 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整军出发 我们来讲 事实上中国大奥是这个技术 叫做Sub-6的这个技术 那这个美国叫做MM-8的这个技术 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异呢 就是Sub-6的波段 大概是3GHz到4GHz的频段 那MM-8的频段是30到300GHz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 军方的100GHz 就在这个频段之中 那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第一个 因为高频的话 顾名思义来说的话 频率越高 他的这个所谓穿透力是 他的所谓的这个讯号是越强 越安全 所以军方的频道就是很高频 因为你很难来穿透 很难来这个害客害进来 但是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频道这个 你频道的这个功率越强的时候 他的穿透力越短 所以Sub-6他可以是比较广的范围 但是MM-8是比较窄的范围 所以两个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差异 我们讲这个就是美国他们展示出来 用Sub-6跟这个MM-8 这就是MM-8的这个技术 这是Sub-6的技术 你看涵盖的范围來說 Sub-6会比较广 MM-8比较窄 但是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异性呢 因为MM-8 第一个他是比较高频 高频的时候 第一个他传输的这个安全性 是非常非常好 再来的强度是够强 所以这个东西在未来的自驾车里面 其实都要用到MM-8 MM-8是比较安全 否则你开出去用Sub-6的话 很容易人家入侵你的自驾车 撞车就完蛋了 很容易被入侵 所以MM-8是比较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当时美国就选了这个MM-8 这个技术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 因为MM-8 他功率比较强的时候 波长比较短 结果导致什么 导致他的这个基地台 我要很多基地台 要很密集 那中国倒不需要很密集 所以你知道自然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合理的这个5G的这个讯号 你看5G的讯号来说 MM-8 你看他是比较窄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Sub-6是比较宽的这个范围 对不对 然后后面是所谓LTE 就是现在4G的讯号 这是目前5G的这个涵盖 但是未来呢 那星链计划 他是要改变什么 5G还是用这个MM-8 跟这个Sub-6 但是这个LTE 这个部分就会由星链计划的部分的 这个所谓卫星的讯号来补强 是 这就是目前他们在做的这个东西 就补强现有的5G讯号 然后另外一个是 所以你说我如果天上 就像伊罗马斯克讲的 我打上万颗的小卫星上去了以后 我这些基地台都被补足了 也就是说我在美国 在城市里面 我可以用MM-8 那我如果真的到郊区说 我就用这个卫星讯号 所以用这样就可以涵盖 所有的5G的讯号 因为这个MM-8 真的需要太多太多的基地台 好那再来6G 大家在想说 5G的下一个是在6G 大家就说6G可能就是用卫星传输 所以这个我才说嘛 他们现在发展的新链计号 是要目前是卡位5G 但是未来未来的6G发展 所以为什么伊隆马斯克 跟这个SpaceX 跟那个贝佐斯 两个要吵起来 这个未来是电信霸主之争 你是未来中国 地球上面的通讯王 你当然一定要掌握 未来的巨大伤心 好现在也做了一个测试 如果你今天的卫星通讯 你谁掌握得好 那是乖乌道自驾车的安全 没错事实上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特斯拉有发表一个所谓 他们自己的测试 那这个测试 你可以仔细看 他这是用所谓的这个Level 3 Level 3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Level 3 已经算是几乎可以完全自驾 但是最高等级的是Level 5的这个自驾车 事实上目前呢 伊隆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 已经有发展出 只是他还没有 还没有获得美国主管机关的核可 在美国试验 那你看他特别选什么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特别选晚上的时间 因为晚上时间其实视野比较差 你的所谓的这个看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角 你要发挥更强的功率 那你看他整个在开车的过程 他从什么 从洛杉矶一路开到这个美国的矽谷 这么多的公里 大概约莫五六百公里的这个路程 里面来说 他不用所谓的人驾驶 他完全都用自驾 你可以看他整个自驾 你看中间那个有没有 中间那个是他的这个看板 他有 我们看到有一个是摄影机 看露出来 那就是他拍的所谓路上的这个状况 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这个你看 他就是彰前说 我目前路上有什么东西 你看完全都看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他在测试 那这个测试是什么 他说他在测试的过程 是用了5G的MMW的讯号 加上部分的星链的这个计划 这样子能让整个 他的星链已经来了 对已经有部分的这个 因为在空旷地方没有5G 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补强这个讯号 才能完成这样的测试 所以是告诉你什么 未来的无人车自驾车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方式才是真正的解决方 你在广大的这个郊区里面 你就觉得要靠卫星才能够指引你的这个方向 好 这好 谈到武器 现在有个新闻是 印度跟美军的结合 越来越密切了 这个是很怪啊 印度过去80%的武器 都是俄罗斯制造的 可是现在 美国竟然要把一个飞机生产线放到了印度 而且美国也要把非常改良的F-15也交给印度 就代表印度要慢慢的舍弃遏制的武器 转向美规了吧 没有错 你如果我是印度总理莫迪 我看到以色列的F-35在中东 如露无人之境的时候 我也会舍恶归去改走美国 你说那个杀弗三百四百 一点用都没有 一点用都没有 我也会舍弃恶归改美国 这在军事上是很现实的吗 要是台湾现在有杀弗三百四百 我也不安全啊 我也不安全 F-35以色列他们是呛下来 是我的F-35 可以在中东卢走自己家里 照他一样想轰炸哪里 就轰炸哪里 这些事件在去年不断地发生 我如果是印度 我做的决定也很清楚 我当然能贴美国就贴美国 但关键来是美国也让印度贴啊 这才让中国最不放心的部分 印度现在正在举行 2021的印度航空展 在印度航空展 我们看到好几幕画面 都让人家心心胆跳 我若是中国我一定害怕 第一个画面是在开幕式上 美国竟然是派B1B的超音速 隐形轰炸机 在这个开幕式上 做巡航表演的动作 这东西太给面子了吧 第一个是给面子 我的开幕居然派了B1B去 你情况下期 第一个这不只是给面子 第二件事情是 表示我在这个印太地区 我随时有B1B在这边嘛 他给中国的这个威吓能力 是极大极大极大的 而且甚至美国代表在记者会 给一个印度非常大的favor 说华盛顿 建议印度空军去采购美式战机 你采购是怎样是当盘子吗 说买就买吗 没有 抱歉 美国承诺我会在当地 设一个在地化的生产线 这个这样B1B去到他的航空站 第一天开幕式 如果走印度看到B1B1 你飞到中国不用五个小时 就可以飞到中国境内 这跟在迪安哥贾西亚 布置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第一个是非常非常 给印度面子 你看在这个画面 我若是中国代表 我看到也会很紧张嘛 然后呢 美国甚至愿意在印度 再设置一个在地化的生产线 来生产美式战机 这东西对印度来说非常非常 生产线 非常非常的关键嘛 就好像我们今天买F16 跟F16是在台湾被授权生产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嘛 对 因为你只要在那边设生产线 它第一个大钱 就是训练你的人员嘛 对 要训练你的工厂嘛 这些事情跟我大钱 买过来热机交付 完全不同的概念 现在两个生产线 可能第一件事是F18 F18是这样子 印度现在是这样 空有航空母舰 可是却没有合适的舰载机 没有合适的舰载机 印度的航空母舰 大日王号 它的航空母舰设计 跟中国的三斗号 跟聊天号很像 都是那种翘起来的那种甲板 飞越式的甲板 而站在美国角度 我卖你F18的舰载机的时候呢 我同时帮你调教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画面 都是美国美军在加州去試飞 那种就是斜甲板的試飞 等于是美国已经承诺你 我卖给你F35 卖给你F18大黄蜂 你直接就可以摆在你的大日王号 现在他们竟然在谈喔 要卖F15EX给印度 这很特别吗 很特别吗 不是说我们台湾都F16 你还卖印度给F15EX 你是不是在吃印度豆腐 没有 宝洁哥你知道吗 2020美军的军事预算是23兆台币 你知道吗 当时美军的空军部门 在华盛顿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吵 他们在吵 要买F15EX还是买F35 他们认为在同样的预算 有一派认为你应该就买F35 另外一派说 不对 F15EX在某种程度 比F35更好用 所以最后结果 我先讲结果 结果是 他们拨了340亿去买F15EX买8架 甚至未来就明后年要增加到144架 所以说 其实他在性能上 其实在跟F35 其实某种程度是互补的 什么叫互补很简单 第一个 F35虽然是隐形 对不对 可是他所有飞弹全部都藏在肚子里 夹舱里面 他藏在肚子里面 大概摆4到6枚空队地飞弹 F15完全没有这个困扰 20枚左右 然后作战半径 F15EX是1930公里 F351240公里 他作战半径只有人家的三分之二 甚至的速度 F15EX比F35快了33%左右 大概是2.5马赫 所以其实在4巨内作战 F15EX 其实比F35更好用 所以虽然他们有做过实战模拟 F35跟F15EX 实战模拟104比0 都是F35贏 可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是4巨外 在你还没抓到之前 我就先把你瞄准 就把你击中 可是如果记录到真的打仗的时候 像印度跟中国这种短兵相接的时候 F15EX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现在要把这个卖给印度的话 代表美国跟印度的合作更进一步 重点来了 你会讲这是川普的过去对 没有 拜登今天也出生了 要挺印度 因为拜登 拜登你摆明要挺印度 所以刚才讲 除了那个航空站 不是只有B1B去了开幕式 刚刚我们看到的 也是他的F15EX 也公开亮相了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看到这画面 就是F15EX 他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装机 他虽然是最古老的 可是问题是他不断的改版 不断的改版 而且他们是波音公司最好是 他会因地自己 他会决定你不同 跟F16有点像 不同的国家设计不同的版本 所以F15EX 现在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印度 重点拜登也在挺印度 他请他的国安会发言人说 请中国不要打扰我们的邻居的时候 拜登确实也很强硬 好提问 你说现在印度跟美国的军事合作 才是真正的改变了印太的一个结构 因为印太国就是不结盟国家 虽然我现在开始我已经跟美国结盟 可是那只是外交上包围中国 他在军力上 基本上还是用俄罗斯的一个系统 可是如果印度连武器重要的战机 我都买美国的话 那两个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了 对 这两个关系 其实从这个生产线要在印度开一条生产线 这事情来看的话 就已经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战机都能够国造的话 我的意思是说他那个美国 比如说波音或者是所谓洛克希德马丁 直接在这个印度开一条生产线 那印度要多少飞机有多少飞机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接下来美国跟印度之间的军事交流 以及人员训练 特别是所谓的飞行员的训练 这重不重要 一定很重要 所以到时候有一大部分 大批的印度人可能到美国去受军事训练 而这未来不就成为美国 接下来在印度的总子教官了吗 对 简单讲就是说 过去从1970年代 印度他进行核子施暴之后 被西方国家制裁 这时候使得他必须要走俄罗斯的路线 那俄罗斯趁机进入到这个印度的市场 而在去年你可以看到 去年2020年整个印度的军火市场 是高达470亿美元 那增加率是6%以上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未来也看准了 这个什么印度的市场 印度人口多 然后又是新西市场 然后未来钱越赚越多 然后接下来军费支出也越多 再加上跟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 然后必须要应付什么 印度洋这边的中国的包抄的问题 所以简单讲说 军火工业来讲的话 全部都是基于印度市场 所以你看到法国标准战机来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也来了 而美国现在拜登政府力挺所谓印太战略 力挺印度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印度绝对会一直往美国这边靠 而靠近美国的结果就是说 接下来印度会采购更多更多的美式武器 逐渐太幻 刚刚提到的 在这个所谓的中东地区 被以色列轰炸的乱七八糟 要是我是印度 我现在怎么敢相信 现在俄罗斯跟美国的武器 那已经差了好几个世代了 是啊 你看 其实印度跟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好 我相信这当中也有以色列的一些游说 对齁 你要采购美国的武器 你知道上一次这个所谓的 这个以色列跟布丹进行建交 就在印度的新德里的大使馆那边建交 那最近来讲的话 印度跟以色列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背后有美国因素 然后背后来讲的话 这个军火市场只要进入到印度 印度就一定是站在美国这边 绝对是不可能再采取什么不结盟政策 所以在整体的态势来讲的话 包围中国这个形态已经形成了 好 瑞德 当然对美国来讲 现在有一个比较头痛的意思 它现在东北部 东部的 东安的风雪也太大了吧 这个奥莱纳的这个飓风 那么是今年第一个 那么袭击美国东北部的这个飓风 它同时带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雪 冰跟雨 所以造成了那么大的一个降雪量 你现在看到的是几乎雪把很多的 包括我们的车辆 包括这个的房子全部都埋了 然后残雪车就一辆接着一辆必须出来 还有当你大 那个除了那个 航空公司的这个班机全部取消之外 你包括这些大众运输系统 全部都没有办法动弹不得 然后呢要停班停课 可是问题是你车子开在户外 还是一样会滑 滑了以后呢你不能动 动了以后就去撞 就像这样子因为打滑各位 各位要知道像我们的很多车子 在合幻山上面用雪链还是会打滑 他们这样的 他们的那个轮胎已经有这个修正过了 可是问题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路边啊 那么那个冰啊实在是太滑了 所以呢 甚至于还会造成 那么包括这个等于说 房子倒了啦 然后呢 各式各样的意外 树也倒了 对 那树也 你看到这个是什么画面 你仔细看 这是行车记录器记载下来的 那么车子呢 往左边来 那一排树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下雪下到把树整个淹下来的 你知道吗 把下雪那个 那个下雪因为它很重啊 所以雪就把整一排整排的树给压下来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喔 如果是发生雪崩的话会怎样 这是房子 房子直接被这个暴风雪 对不对啊 整个清洗了以后呢 房子被吹倒了 然后紧接而来 那么包括这个相关的冰雪呢 也把整个房子的全部都弄倒了 那也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呢 事实上 也因为这样不断的发生很多的意外事件 为什么呢 因为呢 那么在这个 除了刚刚讲的这个暴风雪之外呢 他们包括 包括海水倒灌 因为你是暴风雪嘛 所以呢 包括海水倒灌 包括各式各样的灾害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么各式各样的灾害呢 那么包括你看 还有海水倒灌 我已经被这个低温 然后呢 零下十三度 然后包括这个 焉的乱七八糟了 海水还倒灌 事实上 我们知道现在拜登跟习近平 到现在还没有通上电话 而为什么没有通上电话 两边到底有什么打不开的结 我刚才讲的 杨洁篪因为没得谈 所以我透过一个公开视讯 透过公开视讯的时候 他要求美国严格的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插手台湾 香港 新疆 跟西藏的问题 是 但你会发现 美国白宫 国家安全顧问树立文 包括他的国务务卿 布林肯 包括他的国务院发言人 布莱斯 对 都谈到 重点是台湾 台湾 台湾 搞了半天 台湾竟然是美国 他的政府 最近不断谈出的问题 对 他们有这么重要吗 没错 你看杨洁篪就说 你不要干涉我的内政 国务院一句话 就是我们的回应就是 北京不再压迫台湾 所以问题的重心 就是在台湾的这个问题上面 雙方你来往往的关键在台湾 導致他们两个国家 目前没有办法对话 那为什么没办法对话 宝洁 因为这个不符合 如果真的对话 如果在台湾问题上面 让步的话 不符合美国未来的发展的根本利益 所以你说台湾问题没得谈 对 中美现在就没得谈 对 为什么 拜登现在念之代之是什么 我要在科技上 要彻底的压制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在前一段讲到 贝佐斯跟这个伊隆马斯克 他们要发展太空 未来的5G 6G要禁足 美国的军用市场 也开始放出所谓讯号 都是为了5G 另外一个包括说 他这个丑组的五眼联盟 加上日本来说 都是要为了发展5G 5G 5G 好 我们看一下 5G未来牵涉到什么 自驾车 牵涉到什么AI 人工智慧 牵涉到所谓的这个无人机的攻击 国防武器的革新 这些东西 保护姐 这个是未来美国十年的发展 命脉的关键所在 问题是他缺了一个东西 缺什么 这个东西叫做半导体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说AI 5G 都要用到最先进的 7奈米 5奈米的制程里面 偏偏这些东西 都掌握在哪里的手上 台湾 台湾手上 所以他在台湾问题上面 不可能让台湾 变成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现在台湾 不但在地缘政治上 但我们在位在低岛链的中间上 更重要的是 台湾有最完整的半导体供应链 这个半导体供应链 刚好是美国要掐住中国的咽喉 对 谁抢到这一块 谁才能够进逐到下一代 所以匹夫无罪 怀弊几罪 台湾现在我的地理位置 还有我拥有的科技实力 是变成了美中争霸焦点 对 站在拜登的立场 他不可能放弃台湾 但是站在习近平的立场 他也不可能放弃台湾 所以英国媒体 他说什么 他说台湾位在死亡中心 死亡中心 什么叫做死亡中心 就是中国跟美国都没办法承担 失去台湾的这个立场 所以这个时候 有可能会变成 中美之间爆发利益冲突的最大可能性 为什么 他里面讲到 万一真的中国 被这个科技封锁太严重的时候 他会不会直接就 那我拿下在台 台湾的台积电 在中国的两座厂 我直接拿下来 那你美国怎么办 你台湾怎么办 好 这样子做的时候 万一他要跟这个美国来个鱼死网破 他真的攻击台湾的半导体 你会怎么办 他形容的是说什么 因为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个实力 变成是有点像冷战时候的 这个所谓的美苏 他们都有核子弹 为了不能够互相毁灭 所以他们也不会动手 现在台湾问题 也是这个样子 双方都是我打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另外一方面的毁灭 比如说我真的攻击台湾的时候 美国的科技也完蛋 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收复台湾的时候 中国的政权完蛋 双方是处在一个恐怖平衡的 这个问题里面 所以台湾才会位在一个死亡中心 看似好像位置很重要 地位很重要 但是其实也是非常风险 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 而且我跟他讲的 拜登现在在检讨 他所有的供应链 但这个不管怎么样 台湾这个位置 他没有办法取代 对 你看美国这个 这个拜登签了个命令 说一百天之内 你要调查所有政府的承包商 你看供应跟市营企业 这个所有材料 包括说原料的稀土 半导体 还有其他重要的矿物 你看原料稀土 当然很多是来自于中国 大陆 矿物也是很多来自中国大陆 但是半导体又缺 又怎么样 又是跟台湾有关系 所以你看 礼拜五的这个会议里面来说 为什么他要找台湾的半导体公司 来开会 险见台湾的半导体 或是整个台湾的科技实力 现在已经变成是美国 未来十年发展里面 最不可缺的一个拼堵 他不可能丢掉这一块拼堵 好 今天感到冷 从日本的共同社 包括华盛顿邮报 华尔街日报 包括纽约时报 再加上日记新闻报 都不断的在强调是 东沙群岛现在关系 这个位置 非常的一个敏感 这个时刻 我要讲 中国如果有可能出兵 有可能恫吓台湾 他最可能拿下东沙 这个时刻 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 三大航母齐聚印太 没错 事实上美国现在比我们台湾 可能都要更加宽心台湾的 周边的岛屿的状况 为什么 你看他比台湾更关系那么差 你看他做什么动作 波斯外 我们都说伊朗问题好像很严重 原本尼米兹号到那个地方去之后 他现在又回到了印太这个地区 那包括说除了尼米兹号之后 跟这个雷根号 还包括说罗斯福号 三大航母 现在齐聚在印太这个地方 他到底要做什么 他当然是要防止万一 中国有什么蠢动的时候 我要怎样做一个相对应的 这个回应 那你可以讲 最近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中国大会不断地 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你可以讲 他最近做什么 中国试射所谓的 这个常见十号的巡弋飞弹 他发射演练 而且他还在这个 这个中国的频道上面 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发射这个飞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就说中国 有两艘这个超级航母 他在二零二五年要下水 那其中有一艘是 可能今年会下水 那这个是他们中国 未来新一代的航母 但是航母他就说 我们的战斗力 其实跟福特号差不多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不是核动力 不是核动力 我们可能用在近海 里面的这个攻击 那近海的攻击 他到底是目标是属于谁 有哪个国家 需要一个航空母舰 做近海攻击 那当然就是舰指 台湾的这个可能性 是比较大 另外一个洞七五 你看洞七五 是中国到了两栖 这个突击舰 跟美国的美利舰 非常类似的 用在两栖作战 登陆作战的时候 他就说他们现在 一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第三艘下水了 第三艘下水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 他要做什么 两栖攻击舰 还有航母 还有可能未来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布局 在在都是因为的 有可能会对台湾 特别是二零二一 二零二二年 正值中国到重要的 发展的时候 他会不会对台湾 做什么动作 那尤其 我们刚才讲到 台湾又不 又恰恰好 是美国未来科技 最需要一张拼图的时候 当然台湾问题 会变成是未来 中国跟美国之间 最难以解决的一个地方 好 各位 刚才讲到的 杨洁篪跟整个美国政府 唇枪舌战 你来问问 台湾真的是两边 关心的核心问题吗 还有就是 之前他的轰流 他的歼11 他的歼16 在整个台湾 西南海域 来来回来的时候 竟然打开他的射控雷达 射控锁定了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个时刻 竟然台湾同步的 也收到这个消息 对 根据这个台湾的媒体 当然这个媒体的记者 写这篇文章的记者 大家都认识 这个记者 基本上我可以说 99.9%的这个新闻来源 是对的 也就是说台湾国安高层 在第一时间 已经受到美国的这个通知 就说因为这个 中国的解放军 模拟了要攻击 美国罗斯福号这个讯息 那这时候 其实说真的 台湾会做什么动作 基本上就说 那我什么可以帮你美国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从这个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他的战机 锁定了罗斯福号的时候 台湾同步收到讯号 对 台湾同步收到讯号 那其实说穿了 可以表现出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 美国跟台湾之间的情报交流 是第一时间情报交流 是非常同步的 也就是说这个讯息 不见得日本韩国 能够得到 而是什么 美台之间的一个 产生准居士联盟的 这样的态度了 那我们回来再看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 要做那么多的动作呢 其实说真的 就是台湾的利益 是符合美国跟中国自己 本身各自的国家利益 我们知道1941年当时 这个日本发动 这个珍珠港事变的时候 发生这个进行 什么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这时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切断了日本的什么 石油跟橡胶的这样的禁运 所以简单讲 在现在这个阶段 美国他切断了中国的 晶片供应链的情况之下 当然就有可能 让中国受不了 如果今天拜登持续下去 让中国狗急跳响的话 那中国不就必须要取台湾了吗 也就是1941年 那个时候美军 也就是美国 禁运了石油 我没有石油 我只能放动战争 不然我就坐以待毙 现在美国同样的 我禁运晶片 而禁运晶片 我如果没有作为 中国也只能坐以待毙 中国如果没有晶片的话 他的军事 他的经济 他什么任何的层面 全部都不行了嘛 那这时候他如果要做 军事革新 他要做任何的经济发展的话 完全都是 这个比美国还要 賣好几个世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台湾刚好又符合 美国国家利益 所以剩两强 等等 台湾刚好是 美国跟中国的国家利益 所以英国的媒体 讲的没有错 台湾就是死亡中心 他用死亡中心 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说你要嘛 就是两边 选一边 当然现在台湾是选 美国这边 但问题是中国如果 要取台湾的话 他一定要什么 一定是为了这个晶片而来 他绝对不是为了上面的人民 或是为了什么样的金钱而来 他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来 还有半导体 还有这个工厂 对就是半导体 就是晶片 就是台积电 说出来的台积电 还有联电等等这些 做半导体的工厂嘛 那简单讲 就是说如果他今天要 取得台湾的话 必须要什么 军事上的优势嘛 所以他现在就避免什么 希望美国能够 不要去介入到台湾 结果没想到 杨洁篪这样的做法 适得其反的效果 你把台湾搬上台面了 你把台湾搬上台面 那代表中美双方 这个议题是没有办法 私下妥协了 没得谈了 你看到这个美国的 所有官员都跳出来讲了 就说防卫台湾 还有协助台湾 这些话 基本上在过去来讲 都不太可能会出现的 一些防卫台湾的一些话 都已经讲出来了 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国务院直接点名了 你说外交压迫也不行 经济压迫也不行 什么叫外交压迫 就当时川普跟蔡英文 打电话的时候 马上中国拉来 台湾那个邦交国 所以现在已经警告你了 你中国连外交都不能动 经济方面还有经济压迫 还有军事压迫都不能动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为什么三大航母 会集结在整个东亚海域 接下来就防范中国 可能会对台湾 任何行使的一个军事冲突 军事动作 所以那三个来真的有意义的 真的是有意义的 他绝对不是 因为你知道现在伊朗问题 不是还是一个美国大麻烦吗 那照道理讲的话 应该最出现这个战事的地方 应该是在伊朗 在中东这个地方 所以你的意思说 杨洁篪的这个谈话 逼着美国把话要说白了 逼着布林肯讲 美国支持台湾自我防卫 会继续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 警告如果你侵入台湾 你会犯下大错 而苏利文就会讲 你对台湾的挑衅 好战威胁 你要付出代价 而国务院的发言人就讲 中国要停止对台湾 施加的军事外交经济压力 对所以布林肯讲的说 如果你北京对台湾入境的话 我美国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这个情况之下 什么叫付出代价 我把三大航母集结在这里 就是要应对你的军事冲突 你今天解放军 竟然用这个动作来挑衅美军 不好意思美军也不是吃素的嘛 也不是吃塑胶的 所以简单讲 他说美军来讲的话 他一定会做一些任何动作 甚至继续演习 然后逼迫中国就范 刚才讲的杨洁篪 为什么要透过一个美中关系 做一个视讯发言 没得谈了 我没有任何支架软道 我没有办法跟你协商 我是要公开喊话 可是这公开喊话 真的逼着美国国务卿 包括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包括他的国务文 班人都说台湾 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而中间一个最清楚的官 转折点是肖美琴 他竟然我们先讲 他接受到了就职典礼的这个邀请卡 那已经是真金白银了 而且更没有想到说 现在竟然他在华府 是历年来活跃最活跃的 那个中共显然这次低估了拜登政府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那个如意算盘打错了 他一直认为说 那么他们去挺这个拜登 然后终于把这个讨厌的川普政府弄倒了 赶出去了 那么整个局势会转过来 会变成说以中国为主 然后台湾就被边缘化了 显然没有 为什么 夏美琴拿到的这个邀请函 中共一气之下代表不去了 你知道吗 不去了照理来讲 应该是拜登政府很紧张 对不对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然后两个现在正僵在这个地方 在军事上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这么重要 我赌气不去了 因为你邀请那个小美琴 那美国是不是应该 至少打个电话 还是透过什么管道来 慎重的了解 然后慎重的示意 来这样子一下 我告诉你 如果是以前欧巴马就会这样做 你知道吗 欧巴马政府就可能真的这样做 到底了解是什么 可是拜登显然不是 你知道吗 拜登没想到 然后就不当一回事 就把你往旁边抛下去了 你知道吗 让大家最压抑 我觉得习近平在过年前 那个春晚除夕夜以前 如果没有接到拜登的电话的话 我觉得这个年他不知道怎么过 你知道吗 因为很简单 他们一直在等 好吧 你至少应该会 这个打一个电话给我吧 左等 右等 第一通电话 打给加拿大的杜鲁道 然后紧接着来 打给包括日本 包括韩国 他就要把最大的中国 也放在旁边去了 他也不打 而且没有东京就算了 你知道吗 没有东京就算了 那么罗斯福尔的航空母舰 那少将舰长还说 我们维持这个相关的亚太的 那个相关的这个 跟我们林邦 友邦等等 我们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也非常有把握 完全都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各位还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 V52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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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架还从美国本土 直接先飞到了关岛 一架降落了 另外一架空中加油 直接飞到 飞到整个南海 绕了一大圈 才回去关岛 我问你嘛 照理来讲 那会这样飞 V1V V52 不是都是应该 川普的时候做的事吗 那拜登已经上任了 为什么V50 还要这样绕一大圈回去啊 这个动作 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虽然只有一架 但是他这个动作就在 就好像他的侦察机 就好像那个YouTube 就好像那么相关的 无人机一样 他在表示我的一个态度嘛 而且他在关岛 就不走了耶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拜登政府显然跟他的首席的 这个现在所等于说 这个聘用的首席的贸易代表说的一样 我们不急着跟中国去谈 有关于把关税降低废除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急着跟中国谈 中国不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给我拜登 那个川普政府给我加15%到25% 所以造成我经济很困难嘛 那你上来了 应该跟我谈 应该 那你现在不谈 你经济也不谈 军事也不谈 然后呢 包括这个电话也不打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所以你说拜登对中国真的是完全冷出力 你的驻美代表来不来 我不在乎 你接我跟你通电话 我也不在乎 你的飞机来来回回 我也不在乎 你锁定我的罗斯福号 我也不在乎 对 没有说 所以现在呢 习近平他现在打得像七仓拳一样 一拳打出去七七百分之七十三到自己啊 然后他就是不了解的事 那为什么七仓拳打到武当派的棉里针里面 拜登完全像一朵棉花打进去以后 他都没有回应也不会反弹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最紧张的 也睡不着觉的就是 什么时候才能接到拜登的电话 朋友们知道 俄罗斯是战动民族 连他的熊都不一样 他的熊竟然喜欢闻汽油 而闻汽油了以后 他会飘飘燃他会非常开心 然后呢 熊吸完了这个汽油味以后 他会倒地大睡 对 我跟你讲这实在是太好笑了 你看这个画面是怎么样 是他撑完后的画面 撑完 他映近平的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就是摄影师 他就发现为什么那一只熊 尤其是这一只苏珊卡 他就发现说他每天都去找不同的 那个空的那一个就是 汽油桶 他就想他每天都在找 每天都在找 而且那个摄影师那边拍了八个月 他说就是这一只 他说这一只最喜欢玩 他类似出现那种上影症的一个状况 后来你知道他上影症到后来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因为汽油桶很多被他闻完了 后来不是有飞机吗 还是会有一些飞机飞过来 他竟然会从那个飞机要躲地的时候 会有一些汽油滴下来 所以那个直升机他完全不怕 他也不怕人就过去要闻汽油味 他竟然会就是跑去看飞机 他很高兴会跑过去 跑过去有甚至会出现他要咬 有机翼的情况 因为那个机翼就是加油的地方 所以后来发现说天哪 俄罗斯的熊 连熊都是战斗民主 这一位竟然不是蜂蜜 竟然是汽油 而且他不要是 他只要闻完汽油以后 他会挖一个小浅坑 挖一个小浅坑 以后他就舒舒服地躺在那边睡着了 他就呈现一个轟掉的一个状态 你看这种其实他是 他说他里面现在这种棕熊 是全世界生存里面最大棕熊 你知道他一只熊 大概有我们人类五百公斤重 而且呢 这个目前为止 这个整个保护区 大概有七百只 这七百只熊 都在响嘰皮 都在寻找这种汽油味 所以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你知道 那个世界无奇不有非常大 非洲也有这样的情况 非洲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又有一种树 叫马鲁拉树 这种树 你看这个猴子 他在吃他的果实 这个果实 他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也会露出类似那种 那个就是酒精的一个味道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大象 大象他每到二三月季节的时候 他都会去摇那个树 那个树摇下来之后 你看大象也轟掉了 所以他喝醉了 他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大象喝醉了 喝醉了 他就吃果实吃到醉 他呈现他完全没有办法站立 而且你知道他非常好客 他把那所有的果实弄下来之后 就所有的动物 也不管你是不是我天敌 全部都在这里就开始开趴了 所以你现在看的是大象杖 然后还有一些 你看这个也是这种鸟类 也是整个 鸵鸵鸵鸵 鸵鸵也完全没有办法站直 呈现一个喝醉酒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说 这一段时间 所有的动物都会聚在这里 然后这猴子 猴子整个就倒地了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站立起来 然后就呈现就是这个 就连长颈鹿都会 所以他们就说这个 而且这犀牛 这犀牛其实平常是非常凶恶的 就是他们就说所有的动物 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是二三月的时候 全部都呈现一个 就是开趴 然后狂欢之后的一个罪态 所以这种画面 就让人家觉得实在非常好笑 原来连动物也会开趴 而且你知道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是澳洲这边有一条蛇 这条蛇是一个 被一个贩毒集团所饲养的 结果后来那个蛇 他会透过皮肤去接触到 那个安毒的那个氛围 结果这一只蛇 竟然也成瘾了 你说这个蛇有毒液 对 结果后来那个警察 破户那一个这个制兵毒集团 之后就发现说这个毒 这个蛇竟然成瘾 而且为了保护这一只蛇 把他送去乐界 他们还在报道里面说 因为要保护这个 这个就在某一种程度 他一直受害者 所有人不能公布这只蛇的名字 可是不是说 这条蛇有了安毒之后 他成瘾之后 他会变得很凶暴吗 对 他会呈现几个状况 第一种状况 是他会异常的凶暴 异常的凶暴 第一种状况 是他会呈现人类中毒的状况 就是一种好像一个洞 就是像石头一样就 蒙掉了 对 蒙掉了 后来他们就是呢 就破获之后呢 他被送去惩戒的地方 惩戒的地方 你知道是怎样吗 既然是找那些受刑人 就任养他 叫毒贩任养 所以他们就说 就是借由这一种 就是协助这一只蛇 戒毒的情况之下 其实也有助于那些受刑犯的 整个心性相对稳定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过去我们谈到了普丁 他是俄罗斯的撒谎 他在俄罗斯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拥有最高的权柄 没有人敢违反他 任何想要违反他的 抵抗他的 最后都是死路一趟 但没有想到 现在俄罗斯的街头 竟然风起云涌的 一波一波的反鼓势的浪潮 我们主人讲是 现在很多上街的人 拿了一个马桶刷 去朝鲁 在普丁的黑海宫殿里面 有一个八千多块美金的 这个金马头 他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而今天全世界的媒体 也都报道了 那网黎审判的一个过程 他竟然在整个法庭的时候 他说普丁是谁 他说普丁是一个懦夫 他说普丁这个懦夫 竟然怎样 下毒 在哪下毒 在他的内裤下毒 下流到了一个极点 没有想到 这样的一个谈话 这样的一个证词 被全世界媒体所引用的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普丁能够压倒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现在星星之火可能片烧到整个俄罗斯的大地吗 现在因为美国的制裁 已经让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凋零 而凋零之后普丁这个局面 他能够维持多久呢 好 这一段影片 杭泰博士 富尔林 富老师也加入我们讨论 富老师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惠辰 是 所以你就特别提到了 纳瓦尼 他现在变成了俄罗斯新的国民英雄 他很夸张 他所有的报道 全部被西方媒体大幅的采用 而且他直指普丁是个懦夫 对 而且你要知道 昨天也就是2月2号 这个审判可以说是世纪大审判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44岁的纳瓦尼 可以说是普丁从政以来 最大的一个威胁 他们说普丁怕这个人 怕到什么地步 普丁的嘴巴里面 从来没有提过纳瓦尼 嘴巴没出现过 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字 而且你知道这个人 这个代种 我们之前不是说他被 那个他好像被那个 就是那个特务人员下毒 下毒 后来下毒到是那个 他们同意让他去德国就诊 就诊回来之后呢 他就不是被逮捕吗 逮捕他的罪名是因为 你2014年的时候呢 你涉嫌弄药公开 所以你说他被下毒了 下毒了以后 我准许你去德国就诊 照一讲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你赶快跑掉 你不要再回来 你赶快流亡吧 没有想到他回到俄罗斯 他不再回到俄罗斯 还是美国帮的吗 是而且你知道 他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他要回来之前 他先录制好 你刚刚提到的 揭发普丁贪污内幕的影片 结果他仍抵达俄罗斯 他回到俄罗斯 就是跟普丁对干的 对他回来人家就形容他说 他是地狱回来的男人 你没有杀死我 现在换我回来 摧毁你所有在俄罗斯的政治根基 所以你知道 他仍被逮捕的当下 网路上就开始播放 他所有指控 普丁在黑海的 这个豪宅的一个内容 贪污内幕 他说你普丁从这以来 竊取俄罗斯 大概有2000亿人民美金的一个资产 2000亿美金 所以他就是说你一个人吃饱饱 然后你竊取这么庞大资产 结果我们的人民 就在那个受苦受难当中 那因为他马上被逮捕 对不对 逮捕最后在昨天 就上野了这个世纪大审判 而且普丁怕到怕到什么程度 他不敢让他直接落地 他等于说假设你要在莫斯科落地 我故意把那个飞机绕到别的地方 让人家看不到你 然后从他落地的那一周开始 俄罗斯开始本来只是几个城市 后来变成一百多个城市 全部每周周末都上街头 你说这个城市有一百多个上街头抗议 对整个俄罗斯有一百 你看现在已经变成是连续第三周 这是谁 这是他弟弟 连他的那个纳瓦尼的弟弟都被逮捕 那现在我刚提到的世纪大审判 是审判什么 就是说你2014年 你跟弟弟弄了一个 窃一个公司 窃到用公款 然后窃取国家的一些钱 结果很好笑 2014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个判决结果 就是判决你三年半 但是缓刑两年 但是你知道他缓刑两年对不对 现在都已经2021年了 结果既然说 因为你违反了相关的缓刑规定 所以我现在要判你入狱 可是缓刑已经过了啊 你缓刑两年 我现在都20 我都过了七年 所以这个人超级带走 他直接在法院上 他直接跟法官呛什么 法官呛响 他直接跟法官呛响 他说第一个 当时是缓刑两年 你现在都已经七年了 你怎么可能用 那个都已经七年的时候 你还在判我再注重违反缓刑 第二件事情 我为什么会离开俄罗斯 是因为我被下毒 那我被谁下毒 就是被你普丁 他还嘲讽普丁是什么 他说你自以为你是彼得大帝 要想要以彼得大帝之名 来名流侵蚀 结果事实上你什么 事实上你根本就是个懦夫 你是个内库下毒者 简单讲 他就证实了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之前不是在讲说 好像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人家不是说 你知道这个画面 是什么画面 就是他在法庭的画面 他在呛响普丁是懦夫 是内库下毒者 他还说 等一下 他说普丁是内库下毒者 他就说普丁 你将会以内库下毒者 来名流历史 他讲完这番话之后 把脸转向就是在听审判的 他的太太比出爱心的符号 所以他这个爱心是跟他太太比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画面 未为疯传 大家觉得说天哪 铁汉柔情 所以人家才认为 这个现在是新的俄罗斯的一个政治明星 如果说他今天在俄罗斯的法庭 做这样的一个陈述 但我们知道普丁对于俄罗斯 他是有完全的管控能力 但没有想到今天他这样一个陈述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会为疯狂 连这张照片都被人家所拍下来 所以人家都说 就代表说普丁锁不住这条新闻 完全锁不住 而且你要知道 他在里面话讲得有多凶狠 他说呢 你普丁大可以假装自己是个大政治家 世界的领袖 但是呢 往后所有的历史只会记住你 就是个内库下毒者 我们之前有讲过内库下毒 他们觉得很好笑 好像是就是好像有点传闻 他现在等于是在法院证实这件事情 可他真的是因为那个地方 内库被下毒 他就真的是因为内库被下毒 第二个他还讲什么 他还讲说你普丁就像是个身居宫中的一个 满腹怨恨及恐惧之人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我们绝对不会容宁 根本就是欲加我的罪名 怎么可能你用七年几年的罪 来入我罪 那因为这个审判是公开审判 所以全世界的媒体都看到这个审判 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 你知道吗 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然后包括德国 跟那个西班 那个法国 全部同声声援 声援 声援他说你这个审判不公平 你根本就是在制造冤狱 你说现在西方国家全部都在声援他 全部在声援他 现在每个礼拜 俄罗斯一百多个城市 都有人上街要声援他 甚至 连马桶刷都拿出来了 更不用讲 他的背后很清楚的 美国人进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他不是就是要下地的当天 赶快在网络 你看这个画面是什么 就是在宣判的时候 人们就要挤到法庭那边 所以呢 这是法庭外面 对法庭外面 所以他才会动用这么多武力 全部去驱离这些人 然后你知道现在俄罗斯 其实都是零下的 你知道这些人 你现在看到画面这些人 已经连续三四周都走上街头 然后他们说这是一场用雪球 跟鲜血所写下的历史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 而且你知道年龄层 可以说是老少男女 全部都走上街头 那这个怒火 看起来短期失恋 完全没有停歇的迹象 每周每周每周都有人上街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他们那个政府的动手 已经不只是纳瓦尼 连他太太 连他的弟弟 也全部都抓进去 所以现在其实双方的对立 是越来越严重 你看他们的政报部队 如临大敌的样子 对 如临大敌 这抓的就是他弟弟 然后如临大敌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真的已经开始打人了 因为他们现在 晚上的一些画面 你有看到好几个画面 是他们直接对着那些人 抗议的人群 其实是手无寸铁 直接矛起来 就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所以他们说现在 那个军方的一些 还有就是你看 他们其实现在动作越来越 甚至是女生 有的甚至是女生被抓 还有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超小的 个子超小 根本不知道是谁 女生 照样被抓起来 对 照样被抓起来 对 照样被抓起来 所以他们就说现在 可以说是俄罗斯警方 也开始强硬起来了 所以他们警方 越来越粗暴了 越来越粗暴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如果说你只是一个 纳瓦尼 只是一个反对党 为什么会激起 人民的怒火 因为其实他 持出了一个痛处 你看现在他们 为什么要这样举手 为什么 就是要告诉他们 手无寸铁 而且就说警察打人 你看那个角落 你看那棍子 一直挥 你看毛起来打 那个画面其实非常恐怖 他拿起来就毛起来灰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 这种天海地洞 打起来更痛 对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他们的双方的冲突 你看就推紧 然后开始打 所以现在双方的冲突 是越来越大 他们就说其实 其实纳瓦尼 这一次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 因为现在俄罗斯人民的 生活其实非常困苦 然后但是他 所要指导 就是说你普丁去欠取 俄罗斯人民的资产 自己过得非常优渥 宛如全世界首富的日子 但是你没有示到 我们俄罗斯人民 生活在水生活 那样的冰箱 都没有想到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纳瓦尼回到了俄罗斯的时候 居然在网路公布了 普丁的黑海供电的影片 但没有想到 这个影片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俄罗斯人对于普丁 过这种生活这么愤怒 是 因为刚提到 其实这个黑海 光是这个供电 就花了大概一百多亿的台币 然后里面光一个马桶刷 我还记得是八千多块美金 这什么都非常不可思议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俄罗斯人民的过的日子 是什么 他们冰箱里面是没有食物的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他们在COVID-19之前 就已经有一百三十万的一个失业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被 因为入侵克里米亚 所以一直被制裁 那他们现在其实你看 现在都是一些 需要一些经济的一些去补助领 一些救济品的人 越来越多 他们现在失业人口 光初步的统计 就已经来到四百五十万人 失业率高达的 已经突破六%左右 所以现在其实俄罗斯的人的 这个生活过得非常困苦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现在所过的日子是什么 他们冰箱里面 完全都没有食物 但是你的电视上 还给我播放一些爱国影片 对我们来讲 这是何其的可笑 他们觉得COVID-19 全世界政府全部都在发放一些 就是补贴金救济金 但是俄罗斯的脚步 非常非常的缓慢 他们说你一个十六岁未成年的话 我可以补给你大概 美金是一百四十块 但他们就说一百四十块 连富房租都不够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人 真的就是排队 准备领政府的 那个就是补助的相关的物资 而且这个物资 还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都有 你看这所有袋子是什么 每一个袋子 都是要发放给物资给需要的人 但是实在需要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现在通货膨货率 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他们现在食品的一个价格 涨幅竟然高达六点七趴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就说我们是被抛弃了 全世界没有人来 可以来救我们 然后他们就认为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导致你看现在这个画面是什么 除了刚刚提到俄罗斯人之外 其实还有一批人可能很少人知道 就是一些中亚的一些移工 他们原本是在莫斯 就在俄罗斯工作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有工作机会都没有 他们想要回到自己的国家 比如高家属的一些国家 但是全部被封锁 所以这些人就躺在机场里面 所以你说俄罗斯经济凋敝到 这些移工都没工作了 他们也是社会的最下层 结果他们连工作机会都被剥夺 只能回家 而且回家的时候 还只能睡机场 因为他们要回家 结果后来因为全部都封锁了 情况之下 他们睡机场睡了很久 这样子 然后现在除了这些移工的 生活困苦之外 你知道吗 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公司 你要知道 这种几乎都是国营企业 结果你知道 竟然有数百人走上街头 罢工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也是他们的工资 他们说他们现在工资 以往在七年前相比少了十趴 现在物价飞涨 但是你工资却又少了十趴 你叫人民的生活 怎么过下去 所以其实纳瓦尼点燃的 这一个怒火 应该是贫富差距 以及所有的人民生活 在困苦饥饿当中 所掀起来的怒火 好 知道 你要讲 纳瓦尼掀起来的 这个怒火 这个汽油桶 是整个俄罗斯的经济 真的败坏到 无以复加的状况 刚才讲 他的失业率 不断的攀升当中 没错 他们的经济 根本买不起东西 是的 根本话是 对 他们被封锁之后 对 俄罗斯只会越来越惨 对 我们知道俄罗斯人 其实是敢爱敢恨 又很飙悍的民主 我爱你的时候 我可以把你捧上天 所以当时他的得票率非常高 但是我讨厌你的时候 保洁 你知道出现什么状况吗 他在街头想要对人民表达 这个友善的时候 民众居然当众嗆他 这是他回到这个圣底德堡 他的家这个背影的话 你看是普丁 有个老妇人就直接呛他 他就说什么 请你告诉我 我每个月抗你的一万零八百块的 儒姆生活有可能吗 他就直接呛他 等一下 这个大妈直接呛普丁 大妈敢在街上呛普丁 一万零八百 因为他们退休金 大概折合新台币是五千块 他说我搞不可能 就是这个 比如说我认为很难 那我餐你一个月可以赚八十多万人物 这个儒布吧 大概新台币三十七万吧 他说我按照什么 这个残疾今天生活的话 一次去早午店 早午店买一千块 然后这样讲得非常多 那普丁就说的确 我们还有很多社会问题需要解决 那我们俄罗斯保证 要实施一连串的这个社会改革 尤其是针对这个民生的这个议题 那普丁过去一段几天 他都是强悍的面对他民众 他现在居然被民众这样当面呛他 所以老婆我们看这个画面 真的太尴尬 过去补丁 只要一出来万名拥戴 连女生看到明信一样又抱又涌的 结果他本来以为说 所有的人也会笑脸的迎接着他 没想到旁边这个大妈 直接嗆瞎说 请你告诉我 每个月靠一万零八百的卢布 可能吗 对而且他特别 这是他原本安排一场戏 为什么 他是回到他的家乡 他这样人不清土清 家乡人怎么会这样来 这个概念 结果没想到 你居然这样当众吐我的草 所以这个显然让这个普丁 他也觉得说难道真的民众的怒火 这么大吗 所以今天纽约时报就写 跟他讲的那篇冰箱 赢过了媒体 现在俄罗斯的冰箱 真的空了吗 好不好姐 事实上我跟你跟大家说 这一次的普丁 他面临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麻烦 纳瓦尼这一出戏是谁主导 我跟你讲 是美国跟英国主导一出戏 他准备要拉普丁下来 美主导 我觉得现在普丁 有点像是末代沙皇 那样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那那个纳瓦尼 有人就说他会 搞不好是列宁 要推翻他们 真的假的 为什么这样讲 我跟你讲 这一次这个纳瓦尼 带回的那些影片 包括说什么 他有两千亿的这个身价 包括说这个所谓的 他的黑海别墅 我跟你讲 这个外国媒体都播过 第一次说他两千亿 是2017年 美国的杂志 第一次说他有身价兩千亿 第一次说他黑海杂志 那个是BBC 在2017年 2018丢出的画面 问题是当时没有人能够报道 俄罗斯人民看不到这一点 因为当时俄罗斯的经济非常好 哪有什么关系 反正这个普丁就这样 黑钱又怎么样 有钱大家 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个时候是 这个时候 为什么纳瓦尼回去 引起大注意 因为大家俄罗斯人 都很注意纳瓦尼 所以纳瓦尼 丢出这个时候 那俄罗斯人才真的 第一次看到属于普丁的这些画面 他们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外国人可能都看过 但是俄罗斯人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他们的愤怒 就在这时候 完全被点燃开来 难怪要拿马桶刷上街头 所以为什么纳瓦尼 一定要回去 因为他回去 就是要点燃这一把怒火 所以那是为什么俄罗斯 是这样 我们讲2014年的时候 其实普丁都没想到 他入侵乌克兰 变成是他整个政治生涯 由高往下转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他2014年入侵乌克兰 他民意支持度 有一度高达八成左右 但是很快他就藏到苦果 你知道从2014年开始 美国前前后到目前为止 对俄罗斯寄出的经济制裁 高达有八十六条 各式各样的 包括说石油的 天然气 国营企业 个人的 普丁的 自己本来有八十六条 浩浩荡 全部出去 他本来有个经脉 那个经脉是从俄罗斯 克里米亚直接运天然性 到德国 对 那个都不能送了 甚至你要这个所谓北溪 我都不给你 那你知道导致什么俄罗斯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 跟石油 他的整个收入 占他整个国家GDP的40% 结果你知道 石油天然气都不能卖的时候 你就知道对俄罗斯的打击 到底多大 那另外一个 因为俄罗斯很多地方 都不能用美元之后 他们怎样 他们开始物价膨胀 因为他们没办法用美元 去买东西 没办法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你知道 每一年俄罗斯的经济成长率 都是1% 2% 1% 2% 结果你知道物价膨胀 都十几% 十几% 差这么多 你说民众能够受得了吗 很多人去超市买不下手 因为第一个 他们不但是没有东西 而且是现在整个物价膨胀率 非常非常严重 他2018年的时候 居然自己做一个叫做年金改革 自己让自己几乎是断了半条命 怎样年金改革 他昨年 因为当时俄罗斯 已经经过四年的制裁的时候 俄罗斯财政非常困窘 财政困窘怎么办 因为俄罗斯在过去 为什么普丁 能够有那么高的民意支持度 你知道在俄罗斯教育免费 在俄罗斯看病 几乎是免费 在俄罗斯的话 很多很多都是免费的 油什么什么 价格都非常低 然后政府还给你固定了一个补 这个算给你一些食物 所以俄罗斯人 其实基本上 他们都是社会福利很好 还想还有老人年金 对 但是问题是怎样 2014年之后 他们经济开始下往后 国家入不复处 前不复处 入不复处的时候 普丁就说 那我们只好来进行年金改革 那年金改革的时候 你知道原本俄罗斯的女性 是55岁退休 他把她延到60岁 那原本俄罗斯的男人 是60岁退休 那他延到65岁 就引爆整个俄罗斯全民抗议 那特别是男生这一条 那为什么男生 会出来抗议 因为俄罗斯男人的平均寿命 是66岁 也就是说 他们大概有一般的人 是活不到这个岁数 那你摆明就是要坑我 我好不容易工作到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要我工作到死的意思 所以他们就开始抗议 所以其实2018年19年 就开始出现很多人上街头 因为抗议年 你看这是跟他呛吓 也是老妇人 我领真的钱 我怎么可能过了活 而且搞不好 我过几年就要死了 就是五千块台币的样子 对啊 所以他们就很生气 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这几年的经济非常差 经济非常差之后 俄罗斯年轻人非常的惨 你知道俄罗斯年轻人 的失业率居然高达20% 所以很多俄罗斯年轻人 他们就有45%的人愿意要移民 如果我可以到国外去 我就到国外去 你就知道 他们对俄罗斯 现在是多么生气 所以这个时候 刚好纳瓦尼进来 点了这把火之后 现在整个烧起来 我觉得对普丁来说 是真的是一个前所未见的 重大的困局出现 而且你刚才讲到 一个大妈都敢 在普丁的面前说 你告诉我 一万多块的卢布 我可以过日子吗 对 大妈都敢 对 俄罗斯当然敢 当然 你刚才没想到 俄罗斯人是敢爱敢恨的 对 俄罗斯人是非常飘悍的 你看德国法国 打进去都是非常惨 你看 他们怎么做 你看他们的这个真的 这不是真实的画面 你看 这个一个大兵 他在这个开这个坦克车 就坦克车失控了 欸 宝洁失控了 你要怎么做 我赶快闪开啊 他居然用肉身去挡住这台车 你知道 你看他就跑到这边前面 毫不客气 就肉身挡 想办法把他挡下 这个 这个只有俄罗斯大兵有办法做到这样的程度 谁敢这样做 我在装甲部队干过 对 我开这种断货我一定跑的 对 那个车是非常非常重 你怎么知道他会怎么走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俄罗斯的这个士兵呢 在天涵地动的时候 欸 这个枪啊有时候装不进去 欸 他居然用这样去去 你枪敌我会炸开一点 总共一糖炸 或是炸开就炸 火药就炸开 他居然也不管 就这样子 你看毫不客气 没有任何的畏训俄罗斯人 不知道什么叫做畏惧的嘛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他们俄罗斯人 你看训练多么有数 三分钟的时候 马上就把整个汽车完全拆解 他们都 这个战斗力是多强 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最厉害 这个女主持人 女主持人 她要做直播 保持人家直播的时候 她居然上战斗机 欸 战斗机那个是好几个拘劣 而且她还可以做直播 她还在那边 做直播这个 我们目前的这个整个状况是怎么样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她居然能够这样做 你就知道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状况 难怪讲过一句话 俄罗斯没有眼泪 那俄罗斯有没有 有时候这个所谓 他们的治安不是很好 就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抢劫 就抢劫的时候 你看来了两个老公 你有没有注意看 那个白头老人 他们两个白头老人来的时候 两个白头老人 居然力退七八个盗贼 他们两个 你看老人 就觉得你看 应该很没有怎么样 你看他随便一勾拳过去 全部随便一拳 就撂倒所有人 你看 他撂倒了三四个人 你就知道 哇这个俄罗斯的所有人 你不要看他是 搞不好那个大妈 他也是身怀无尽 你说了我不爽 搞不好我揍你普丁 一拳也说不定 你就知道俄罗斯 真的是一个非常飘悍的民主 好 方老师 我们知道现在 伊隆马斯克跟贝佐斯 两个人要争 两个首富 要争世界未来的一个霸主 太空战争 你说伊隆马斯克 他当时要发射这个火箭 就搞火箭的时候 他曾经去寻求俄罗斯的支持 俄罗斯人拒绝他 他才回北国 布莱斯贝X 或者今天的特斯拉 他是在俄罗斯 而不是在美国 对 他一开始 他第一点就想到 他眼光非常厉害 他就觉得 我一定要搞个火箭公司 结果他跑到火箭公司 他一想到俄罗斯 就跑到俄罗斯 俄罗斯火箭世界第一 美国也买 美国NASA也买他的 所以以前我们知道 你在做shuttle 跟太空站做shuttle 是俄罗斯的火箭 对 原来shuttle 后来停止了 所以后来就 美国只有硬的头皮 用俄罗斯的太空船 送美国的太空人 进到国际太空站 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非常强 所以伊朗马斯克说 那我就去一趟俄罗斯 结果吃了一顿闭门羹 还被人家消遣 真的 就隔了几年来 结果俄罗斯反而找他 八百万 买一个火箭公司 买一支火箭 八百万 要不要 伊朗马斯克很火 不要拒绝 就是因为他的拒绝 所以造成了 后来伊朗马斯克的SpaceX 好的 伊朗马斯克的SpaceX 他现在已经一个火箭 可以载一百四十三颗卫星 到了天空上去 而且 他现在已经要在天空的低轨卫星 中部卫星要去布卖一万多颗的 这个卫星 他的技术这么好 他的技术听说 比NASA还厉害 抱歉 你看 这个是SpaceNews 最新的消息 在一月二十号 一月二十号 最新消息 你看SpaceX 他发射的 Starlink 已经接近一千颗了 已经接近一千颗 然后我更进一步的消息 一千颗里面 他等于是 其实他只发射了九百五十五颗 其中有八百九十五颗入轨 in orbit 入轨 我地面上看得到他 我给他算了一件 算了一件 他的误差率是百分之六点八 这很厉害吗 还有很重要一点 第一点 第二点 他这个 使用的那个加力器 第一节 他的加力器上去 不是要脱节吗 垂直落地 垂直落地 对不对 垂直落地的技术 同一个Booster 用了八次 最近就这个 三十八天前才用过 所以表示他 他重复用嘛 所以他赚钱嘛 他便宜嘛 所以说 一个卫星可以连续用八次 然后打卫星 打到五百五十公里的 低空轨道 一个卫星大概是两百六十公斤 那你谁掌握了太空 就掌握了地球 掌握了地球 然后你整个的空间 那都是你的了 所以他第一步 先打低空卫星五百五十颗 所以你看贝佐斯基本上来讲 他在这个将来 他也要打一颗 也要打卫星 他的目的也是打卫星 但是他的卫星不一样 他是打进sub orbit 四太空轨道 那他做什么呢 因为他要希望把这个 一些游览客观光客 送到太空去观光 我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为什么要观光呢 因为他可以吸引到 一些基本上的观众 大家我们可以看这个 这张照片 我用放大来看 这张照片 就是在太空站 在太空站上 看佛罗里达 看到没有 佛罗里达边上 这个是在四百二十三公里 给大家看一下 这条线 Troposphere 这个就是对流程 非常的漂亮 那贝佐斯他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有这个Blue Origin 什么叫Blue Origin 就是他希望保护地球 所以他希望整个大量的地球的 这个人能够活得很好 所以他活得很好 怎么看呢 他告诉大家这条线 叫Troposphere 对流程 对流程大概就是说 十一到十八公里 所有的大气的百分之八十 通通在这个里面 他打人上去 希望看到这条线 那基本上来讲 那贝佐斯呢 他的基本上 他们两个人啊 一个是全世界第一名 首富跟次首富 一千八百五十亿 他是第二名 对不起 他两个人 一个第一名 一个第二名 伊朗马斯克特色呢 他的火箭power很强 所以他主要呢 一百五十吨 可以上一百五十吨 所以他主要目的是 要送到什么 送到火星 一百万个人移民火星 他移民火星 但是他呢 他不是一样 他是要一百万个人 移民到太空 这两个很大的不同 还有很重要 他对呢 他对氢能源 非常要求 他用氢能源 火星是氢能源 用氢能源 用O2跟H2 但是他呢 他强调太阳能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 他现在发展一种 一种太空船 这个太空船啊 他准备二零二三年左右 能够无人太空船 能够进到月球的南极 这个太空船 有很深的技术 我们现在看 他有很深的技术 你看他这个人跟太空船 这个太空船 基本上来讲 他这个太空船降落以后 他有很多新的技术 第一个 他的新的技术 那就是说 他里面完全用氢能 他这个氢能是 气体的 液体的氢能 液体 你说我排出来以后 就变水而已 他液体啊 你看太空船 他液体啊 首先经过一个特别的处理 变成气体 气体第一个 它冷却怎么样 冷却它的O2 因为它有液态氧 冷却它的氧燃料O2 让O2不要变成气化液体 第一个 第二个 它冷却完的这个氢呢 还是液体的 对不对 液体的做燃料电池 所以一物二用 这是它的特色 你看 这是它的太空船 所以它要降落在月球的南极 对 南极 然后你看 它有四个小的太空船出来 Rover 我们叫Rover 出来以后四个太空船 出来的时候 它还有卫星 等于伺候的一个Scar 一个尖兵 首先帮你去看地形地物 就跟我们现在 2月18号要进到火星 要打个直升机一样 它打个小卫星上去 然后看整个的表面 这个是贝佐斯的特色 跟伊朗马斯克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 未来的战场在太空 对 不但未来的战场在太空 而且伊朗马斯克 他打的卫星 打了一万两千颗卫星 这个里面有一些很特殊的技术 第一个 它雷射定位 它的空中用LIDAR 像我们的汽车 将来我们的汽车 电动车 它全部是用LIDAR定位 就是说你用雷射 来看你周围的环境 撞车碰撞 它利用这个技术 用到太空 所以说 所以我丢了一万颗的卫星 卫星在上面 我彼此不会碰撞 彼此不会碰撞 第二个 你卫星不会碰撞 但如果碰到的碎片 怎么办 很简单 它有一套很特殊的技术 但这个只有它有 伊朗马斯克有 它可以跟美国的近地 以不明飞行体的组织做联系 只要是太空你看到任何大概比一公分大物体的东西 所有的信号 告诉卫星 因为它不一定是 可能是运石 可能是小行星 它自己会去躲避 它会散开 如果是人造卫星 它的微卫星会散躲 它人造卫星 它用雷射器 跟你做距离定测 如果不是人造卫星 那怎么办 就要喝一个brick 然后它就用 利用跟地面 地面有一个地面站 用地面站发射信号 彼此直接联系 所以表示说伊朗马斯克 它的卫星的技术 刚刚我讲的百分之六点八的发射 成功的失败的机率 但是在成功了以后 它可以布一万两千颗 它现在已经布了一万颗 是 布了一千颗 十年之内 它一万两千颗 要整个布到整个轨道里面 我现在放一个照片 如果它真的在天空布了这么多卫星 那地球的通讯 不就完全被它掌握了吗 对 地球的通讯 基本上在它的掌握的范围 大家看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四号 就是它的测试了两颗 用Facon9 列银9号 然后二零一六年 又打两颗测试的 二零一九年的五月二十四号 打了六十颗第一次 一直到现在打一千颗 这是它布的轨道 注意 你看 除了这个南北级没有以外 其它通通布满 两百六十公斤一颗 是 一万颗 今天阵列部署 这样的话 它现在先布五百五十公里 为什么布五百五十公里 地空轨道 而布布禁止地球轨道的六倍地 修半径呢 我再猜 因为比较省能量 它布的比较多 首先把轨道抢到 免得贝佐斯 先抢再说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太空争霸站 在抢地盘 这个太空争霸站 以前是美国跟苏联 现在是美国本土的两个 一个重点 贝佐斯在控制的技术 在燃料的技术 那伊朗马斯克在推力 抢我的Muscle技术 这两个合起来 那就天下无双 好 正好 刚才讲的 这个背后 有美军的影子 而且美军也把他最重要的通讯 这个波段释放出来 代表什么 代表说 未来我掌握天上的卫星 就掌握未来的六G的技术 我掌握未来六G通信的技术之后 我就可以掌握地表 所有的通讯的神经系统 掌握了以后 中国的五G就完全不是对手了 没有错 这会有主要两个最重要 最重要商业利用 第一个是六G系统的利用 很简单 你现在为什么美国一直赶不上中国的五G 很简单 所有规格在五G通讯协定 全球通讯协定里面 下面委员会 我看过六成到七成是中国的 或中国友好的委员 当主席或副主席 所以所有规格中国定下来 在中国定下来的规格之后 美国只能follow他 所以美国很难弯道超车 所以现在提出的新方法怎么样 我既然五G不难弯道超车 我就做六G就好 简单 六G是五G的五十倍 而六G如果要最快最快做核心技术 我们都知道五G的观念 是在地上密密麻麻木板基地台 六G做星链 直接上星链 所以直接上星链的话 很简单 六G系统的话 只要用马斯克星链 一万两千个打出来之后 他除了可以做军事上运用的话 最直接最直接的商业利用就是六G 而且六G 因为六G跟五G是同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 或先进战争的战场管理 他就是要靠五G来做战场管理 对不对 所有资讯包含你卫星的资讯 所谓地上雷达资讯 如何快速整合到中央的AI系统里面 他需要五G来传递 可是如果美国五G拼不贏中国的话 直接上星链六G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利头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大的利头是什么东西 就是所谓军事的运用 很简单 就是两件事叫做接力跟踪 跟组网定位 什么意思 接力跟踪是这样 当你星链在整个地球上密密麻麻的时候 不管是中国中纪飞弹或急速飞弹 只要出大气层 接力就跟踪你这些东西 然后的组网定位 你三个卫星变成一个三角定位 三个卫星变成一个三角定位 他可以类似那种区域联房之后的状况之下 把这个卫星的轨道从一出大气层 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常说这道早期预警 不对 因为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都用人工智慧的AI预算 来去做所谓飞弹拦截 对不对 AI的人工智慧预算的飞弹拦截 大前提是你前期轨道数据要收集要够多 你前期的 不然我计算什么 不好算啦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讲嘛 你前期的资料量够多 我后面你的轨道会怎么跑 几乎八九成跑不掉 所以说你看他只要一打出去的时候 新链就开始看你 然后开始看你的轨道怎么跑 轨道数据都有了 然后接力跟踪主网定位的前提之下 然后开始下降的时候出大气层的时候 要拦截 就相对简单去计算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 整个太空太空的金费的市场份负 太大太大太大 我刚才跟大家讲 Morgan Stanley讲说 这个份额到2040年 大概是一兆美金左右 一兆美金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全球所谓智慧型手机 五千亿美金而已 是智慧型手机的两倍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赢者全拿世界 重点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所有你看 包含NASA 包含台湾 甚至包含日本 是不是所有的太空总部 都在花预算 你知道吗 经典度 俄罗斯太空预算增加38% 德国增加32% 澳洲增加29% 印度增加17% 美国跟日本都直接成立太空区 意思是太空是战场 太空是战场 然后大批大批的国家预算 丢入这个战场里面 谁赚钱 SpaceX赚钱 谁赚钱 所谓的蓝色起源赚钱 所以 谁能够把卫星打上去的人赚钱 所以贝佐斯跟印度马斯克增长 真的 因为他们看准下一个世代战场 在太空不在地球 当我们的F16要升级成F16V的赚钱 F16多老的飞机啊 你根本又被骗钱 但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美国空军居然认真考虑 再买F16 而且要重启F16的生产线 第二个 我觉得很夸张的是 他们现在要卖给印度 竟然也是F15的升级版 F15的EXA 我国中的时候 就已经有F16 F15了 那都快四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就没有想到 F16 F15 再加上了F35 现在竟然 有可能重新变成了美国主力战机 老武器新生命难 2019年华府 他们在省2020年的国防预算的时候 既然有两家公司的说客 真的面红耳赤 一家是落馬的 F35 他们要推F35 另外一家是波音 他们要推F15EX 你知道吗 他们争到面红耳赤到什么程度 落马的公关公司 说你绝对不可以去买F15EX 然后印了一本厚厚的白皮书 发给华盛顿的政客 告诉他们说 你千万不要买F35 千万不要买F15EX 多老了 多老 可是你要想看 为什么落马那时候会紧张成这样 原来很简单 我直接讲结果 结果他们拨了341台币 去买8架F15EX 而且还不够 最后呢 未来要买到144架F15EX 再买F15 再买F15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F15EX 过气的 没有 因为很简单 F35 F15EX 还有F16 这三个是完美绝佳的搭配 我这样讲 F15EX 它就像一个大型的空中坦克 我们都知道F35 当然很好啊 你逆中啊等等 F35逆中有个先天上的毛病 就是 它所有的弹药只能藏在肚子里 你藏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那你没办法藏多少 你肚子能有多大 就是你的晒蛋量太低 再加上 你的藏在里面 你要动就被发现了 太动都被发现了 所以说你第一个 你栽蛋量太低太低 像一般来说F35的肚子里 如果长空对地的飞弹的话 大概四到六枚左右 所以呢对于F35最好 最好运用什么东西 它像个忍者一样 飞到前线 去侦查所有目标 把所有目标都定位之后 把数据资料往后丢 那你往后丢的时候 谁负责轰炸功能 F15 F15EX就像个空中坦克一样 它虽然大 虽然笨重 可是问题是它栽蛋量大概 20枚空对地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 空对地的轰炸武器 而且它又不太笨重 2.5马赫的数据 再配合它的作战半径 一千九百三十公里 其实非常非常够用 然后呢F16 为什么现在美国空军 又要重新认真购买 重启F16呢 因为很简单 F35除了它需要一个 手背像拳头一样去打人 这是F15EX 对不对 它旁边需不需要小地 F16是F35的小地 需要辽机 需要辽机 所以F16它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F16在近战缠斗的时候 非常非常灵活 而且非常非常好用 它是全世界旋转半径 最小的飞机 所以说了 如果第一件事情是 就是当你离驾出去的时候 F35基本上就像是 空中航空母舰 它是有引导的功能 跟标的功能 可是它需要辽机 就当它的小地 它也需要拳头去帮人家打人 可是重点来 F16现在被人家讲 为什么要加大购买的 更大的原因是 除了它在近战缠斗 可以当F35辽机之外 最好事情是 如果今天有一天 要无人化飞机 直接从F16做 是最方便 F16被无人化 因为你现在无人化 会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你 直接设计全新的飞机 里面所有的模组 都是无人化的模组 然后把人工之外塞进去 第一 这个选项当然可以做 可是问题是 你所有的摄像线都要重做 第二个选项最简单 你做一个仿人类的机器人 它不用长得像人类 可是它有人类手 人类脚 然后人工之外丢里面 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安坐 在F16上面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等于是无人化 你不需要真的人上去 你只要一个仿真人类 机器人在F16上面的话 这是美国空军 也在设想的角度 所以对F16来说 他运买这个东西 可以一可以跟F35高低配 二如果未来要无人化 他也是选项可能之一 而且成本较低 所以现在整个美军的搭配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F35为核心 F16 F15为旁边的一个左右护法 好 方老师 F16我们大家觉得 已经非常老旧飞机 他不但是把F16 台湾的F16提升到F16V 现在要认真购买F16 真的像正好所说的 F35 F16 F15 三者是一个完美铁三角吗 这三个飞机里面 除了F35以外 F15跟F16都有大量的作战经验 既然有大量的作战经验 而且它的可靠度维护度 以及杀伤敌人的这种可信度 基本上来讲都做过评比 评比都是前几名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F35它的逆中特性 具备的条件 保健你刚刚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我所有的武器 你既然要逆中 你的武器就要放在自己下面 扛起来 但是如果这个肚子一打开 你武器出来 你马上破功 所以你马上被人家看到 所以这种原因很多原因 在压上它的速度 灵敏度比不过F16 他们曾经做过F35 跟F16的模拟空战 结果F16都几乎都是赢的 若是近战的话 对对但是 有没有机会近战 当然有啊 除了你fire and forget 像你F15 你把长城武器打了你 你别的敌人被你打了 你都不知道那就没话讲 但是一旦你深入敌进的时候 F16就是首选的飞机 首选的 他的近战纠缠会非常厉害 那刚刚讲 F16你以前曾经提过 他真的可以变成无人机 如果F16变成无人机的话 他的9 他根本没有机力的问题 他不但是操控半径最强 他又没有机力的问题 他就变成了全世界最强的 近身战斗飞机了 这个里面就牵涉到 宝洁刚刚你 我们前面讲的5G跟6G 过去一般在5G 6G 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用remote的方式 你有一个time lag 你有一个误差 所以你做5G动作 有时间的lag 那个时间差的非常的大 所以你一旦 你用了5G或6G 你没有lag的情况之下 你上面什么动作 下面什么动作 那基本上就可以接近 空战的实战效果 因为你是无人 你不是人在上面 对 所以人在地面操作 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lag的限制嘛 第一个 第二个 F16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F16起飞的跑道比较长 所以航空母舰不能用 是喔 你看航空母舰 没有F16 没有 所以它有第二个构想 很可能 因为U-CAP已经出来了 就是无人的战机 曾经在美国的航母上 核子潜艇上 已经测试过 所以将来有没有可能 F16带着无人飞机 无人飞机 从航母上起飞 F16在上面起飞 然后配合F35跟F15 构成一个战斗群 从空中 从地面夹击敌人 再来F15最重要的特色 它电站世界第一 喔 它所有的电站 所以F15 F15是全世界电站第一的 F15 现在为什么不被淘汰 因为很多电站的仪器设备 都是装在F15上面 都什么位置 什么方式 什么地方阻力最小 什么地方杂讯最小 雷达波的情况 LOB最好 都测试过 放弃太可惜了 所以说这方面 如果电站的配合干扰的特性 基本上F15 目前还是所向无敌 那整个操纵性灵活性F16 所向无敌 那配合航母上的U-CAP的遥控操纵性 是 它就可以做测试了 那F16它之所以可以做遥控飞机 已经实验过了 所以这个遥控的技术 那一套技术 对 用在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无人飞机 像现在是很多无人的这个把机 什么UAV都是用它原始的操作性 第二个就是把这个技术用在U-CAP 也就是航母起降U-CAP 这样的话整个的匹配 所以基本上来讲 美国整个的策略 都是为了看得到的未来 做表现做故事 好 请问 下一个安长的 美国三大航母 现在都在硬碳 有句话 美国现在不但是 我在未来的技术 5G 6G 我要碾压你 甚至现在兵力上面 也要让中国动弹不得吗 对 现在把这个在中东的这个尼米字号 把他调到这个东亚这个地方来 那再加上本来在日本的雷根号 还有现在已经在南海的罗斯福号 这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已经就定位了 就面临 就在应对所谓的最近这个局势 所谓的东亚局势的一个紧张情势 那这个紧张情势 是由中国所发起的 主要原因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不断的在出招 那这出招的情况之下 又不回应中国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杨洁篪2月1号的视讯当中 都已经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底线思维的 一个概念 一中原则 对一中原则 底线思维 那提到香港西藏 还有台湾 最主要是台湾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拜登政府 他也不断的一直在因应 这个杨洁篪的一些说法 所以简单讲 现在已经所谓的 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时刻 那个紧张时刻 就是说中国他不断在用战机 在附近台湾的周边海域 在不断的挑衅的情况之下 而我们现在 最近这个国防部的动作也非常频频 不断释出一些画面 或者是释放美国的这个军机的一个轨迹 还有中共的军机轨迹 这感觉好像就是在应对 你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国防部 在释放美国这个军机的这样的一个轨迹图当中 这是不是应该得到美国的许可的情况之下 再去释放这样的一个轨迹图 那如果说是试的话 简单讲是试的话 那就代表说美国已经默许 让台湾能够把美国军机的相关讯息 对国际社会来公布吗 那这个是不是产生所谓的台美之间的 军事合作的一个交流的概念 你的意思说今天如果台湾的国防部 我们要公布的话 就是公布台湾的 最多你就公布中国的 因为你对我有敌意 我们连美军都公布了 台湾如果有美军都公布 就代表我们跟你是同一个阵线的 是的 所以你要美军公布美军的相关轨迹 相关航运航机图的话 是不是代表你已经跟美国沟通过了 美国已经答应说OK 那你就公布了 所以简单讲 台美之间已经建立好的 非常良善的一个军事交流 以及情报分享的一个系统 那这时候呢 中共的军机不断的在升温 不断的在用它的一个 比如说过去来讲都是电针机 然后最近来讲 有这个所谓的 歼10歼11歼15等等 歼6都来了 歼6都来了 所以简单讲 还在东海进行所谓的 3D立体作战的演习 所以这个整个局势来看的话 中共的确是有挑衅的一个相关作为 而拜登政府呢 事实上他也有在压力测试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现在也没有跟这个所谓的 中共的高阶有任何的一个沟通管道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当中共在不断的挑衅情况之下 唯一一个方法可以镇压住中共的 就是三个航空母船战斗群 同时在这个地方出现 而遏止的中共有可能一个入侵了 瑞兰 瑞兰我们已经看到 今天上报特别的报道 就是这不是讲吗 他的轰流上去了 简史一上去了 简史六上去了 他居然打开了射空雷达 他居然锁定了罗斯福号 竟然做了一个攻击的准备 这个消息竟然美军 把我今天罗斯福号 收到这个攻击讯号的时候 竟然同步把这个讯号交给了台湾 代表什么 这个就是代表说 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域 我们的情报系统 跟美国是同步分享 现在美国金融时报 直接透过这个等于说 报道直接告诉你嘛 你们就是用这个 包括在无线电通讯的时候 直接用罗斯福号 作为你们的攻击目标嘛 那他们现在回应是怎么样 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距离他们 有远达四百公里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呢 你弄清楚耶 人家是说你透过无线电做演讯 做把罗斯福号作为在南海攻击的目标嘛 没有人说你现在就要攻击嘛 而且美军想说 你对我一点威胁能力都没有 对没有错 那么最好笑的是说 那么中共这个相关的报道就是说 这个报道是假的 为什么呢 我们飞机前后舱内的通话是保密的 不会让人家知道 这一点我告诉各位很简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不只是你们舱内的对话而已 你们机队的对话 所有的对话 全部都被美军全部在监控当中了 我个人是 我花了大概快要两三百万 玩业余无线电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们说的飞机上面 HF VHF UHF 所有的频道里面的每个飞机都有 民航机跟军机都有 那么军机会保 会data就是数位的加密等等啊 你以为就没办法破解吗 告诉你 包括那是现在有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台湾有妨碍秘密罪啦 以前我还曾经听到 你听人家大哥大来讲话呢 你知道吗 所以呢事实上 美军都在监控所有的无线电讯号 美军的电针机呢 包括我们在领口的这个电针站 所有的无线电讯号 尤其是中共军机潜水艇 我都讲过 我曾经听过 那么当时的这个等于说蓝州军区 还有中共的舰艇跟潜水艇的相关 我都听过啊 连我都可以给你解密了 何况是这个军方的嘛 所以美军把这些情报收集了以后 他跟台湾共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的雷达相关的第一手的资料 也跟美军同不完 你知道吗 乐山雷达 我个人都怀疑 包括在屏东大汉山 美军帮我们建立的 包括我们在这个大团 山上面的 竹子山顶上面的 松山雷达站 可能我们都跟美军 都是同步的 你知道吗 所以美军就把相关的情报 跟台湾分享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没有邦雕 其实台湾跟美军 其实是习习相关的 从这个行为你可以知道 印度农夫这么凶害 其实他们的国际 直接冲到现场 现在你看吧 整个印度如临大地 因为现在印度的农夫真的火大了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一根一根一根的 对不对 像不像是那么在金门以前 反登陆 怕他们有空降兵 对不对 跳下来散兵掉 你看一根一根一根的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 这个是要 那你到时候如果轮胎经过的话 车子轮胎经过的话 全部爆胎 你知道吗 就让你全部爆胎 那事实上 为什么要这样 对付农夫 对付农夫 这个是什么 踢落地网 在一圈一圈蛇龙 而且有些还刀片蛇龙 为什么要对付农夫 从去年十一月 那么印度农民的抗争 抗争到时太厉害了 他们突破 那么印度的证报部队 设在新德里周遭郊区 所有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 这个证报点 就这样冲出去 就开了拖拉机车 你知道吗 就冲进来新德里了 那么印度正在阅兵的时候 你知道印度那时候在阅兵 然后有飞弹过去的时候 他们阅兵部队的外面 就是印度的这些农民在抗议 然后还要攻占了相关的 旧皇宫等等的地方 所以印度震报部队 为了防范这些农民 只好用一圈一圈 那个蛇龙是比台湾还要多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一根一根的 不让你的拖拉机可以开出来 那个老先生完全不怕 对你就知道 那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保洁你可以仔细看 为什么呢 十个里面有九个是没戴口罩的 你知道吗 印度农民不怕死的 你知道我就跟你豁出去了 所以我这次就跟你玩真的 我就跟你震报部队干真的 那除此之外呢 最好笑的是什么 印度的震报部队被人家发现 手上拿了一个 好像中古世纪的那个武士 然后呢一根这个常常有盔甲 然后常常一根像不锈钢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这个东西是要戳农民的 为什么呢 农民很凶悍 你没有发现印度的农民很凶悍 而且他们有时候呢 就就地取材 就直接拿那个树枝藤条 甩那个震报部队 你知道震报警察 所以呢 印度的震报警察 就想到一个办法 我就去打造 常常一根一根尖尖的 然后呢 就像做成像中古世纪的盔甲